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与你相伴同行 第22集 两人打算的是 外城作为此次旅游的最后一站 两人相对停留的时间有些长 蓝旺基开始着手绣荷包 他打算绣一朵勺药上去 每次都是趁着魏无羡睡熟以后 自己才有时间去弄 白天要带着人出去玩 又都是陪着彼此的 蓝旺基就只有晚上才有时间 熬了两个晚上没睡觉 蓝旺基终是给人弄好了 这天早上 蓝旺基把荷包放在魏无羡手上抓着 自己亲手亲脚起床洗漱好 就给人出去买早饭 回来时人还没醒 便在客厅等着人起床 魏无羡起床时 没抓到旁边的人 反而觉着手里抓着东西 睁眼一看 手里抓着个荷包 仔细看了看 不知道秀的什么 蓝旺基在客厅听到魏无羡叫 便起身往房间里走 魏无羡见人进来 把人拉到床边坐下蓝站 这是什么 蓝旺基支支吾吾的 不知道怎么说 只说这是当地的习俗 送给喜欢的人的定情信物 魏无羡拿着荷包看来看去 实在看不出秀的什么 然后就问蓝旺基 蓝站 你这个哪里买的 这上面秀的什么 蓝旺基想也没想 就说勺药 魏无羡看了看 确实有点像 咦 你都没看你 怎么就知道是勺药 你怎么 嗯 该不会是你自己秀的吧 蓝站 蓝旺基的小心思 被人猜出来了 悄悄红了耳朵 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魏无羡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会儿的红了耳朵的人是害羞 魏无羡更开心了 蓝站 真的是你亲手秀的 你从没补过衣服之类的 如何会秀这种东西的 魏英 不难 你可喜欢 魏无羡突然想起来 就想去抓蓝旺基的手 蓝旺基躲了躲 把手背在身后魏英 没事了 不痛的 真的 魏无羡不听 沉着脸蓝站 手拿出来 我看看 蓝旺基怕人生气 只好把手给魏无羡卫英 已经不痛了 魏无羡把手翻来翻去看了看 心疼地摸着那些小针眼 好多好多 一双手的手指都是小针孔 数都数不清 有些还有血珠 魏无羡红了眼二哥哥 你还说不疼 我看着都疼 你看看 这么多针眼 你连衣服都没有补过 哪里会绣什么荷包呀 你想送给我 买一个就好了呀 只要是你送的 我都会喜欢的 干嘛要自己做呀 这么多针眼 多疼啊 你真的是 蓝旺基把手缩回来 抱着人 安慰着说魏英 我问过了 要送喜欢的人 自然要自己秀才是最好的 虽然没做过 可以学的 不难 我就做了两天就好了 虽然做的怎么好看 到时候 你喜欢 我就很高兴了 白天 我们都在外面玩 你哪里有时间做呀 蓝旺基小声地说 就 晚上 晚上 你半夜趁我睡着做的 两天 你两个晚上通宵没睡 就是在做这个 蓝炸 食指连心呢 你这哪里是在绣荷包啊 你这是 在往我心里炸 心痛死我了 以后 这种会受伤的东西 不许再做了 你看看 这么多小伤口 什么时候 才养得回来啊 好 以后都不做这些了 不能让阿英不高兴 好了 起床洗漱 我给你买了抄手 和面差不多 我尝了 味道不错 好搭 谢谢二哥哥 穆爱魏无羡第一次 有了归心四剑的想法 很想下一秒 就在那小小的公寓里 两人在外面玩了差不多半个月 魏无羡忽然有一天早上 眼睛睁开就想回家 觉得玩得有些腻了 抱着本已经起床 又被自己拉回去躺下的蓝忘机 窝在人怀里蓝湛 我想回去了 我想回我们的公寓了 我们今天不出去玩了 订最早的机票回去了吧 蓝忘机摸了人头 怎么了 不想玩了 没有 就是想回去了 外面再怎么好玩 可我还是觉得 我们的公寓里最好 我说过有你的地方就是家 但是外面始终不一样 那一方小天地才是我们的家 蓝忘机收拾好行李 退了房 两人坐船到对面 魏无羡其实是会开车的 只是开得很手 蓝忘机在的时候 始终也不让人开 蓝忘机也说过 给他再买辆车 魏无羡说 有他在 不用买车 家里就只有一辆车 蓝忘机也乐得当魏无羡的私人司机 蓝战 让我开车呗 我们不走高速 可以慢慢开 老让你看 你也会累 我们换着开 我累了换你 好不好 蓝忘机笑了笑 魏无羡从没出过远门 况且这次还是自驾游 问人未应 可以 只是 你认识路吗 蓝忘机本就笑得少 每次他笑魏无羡 就会觉得很好看 次次都反应不过来 然后有时候就变成了蓝忘机故意笑 然后把魏无羡斗得心愿一马 这不 蓝忘机一笑 魏无羡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过了会儿才知道 这人是在笑他不认识路 魏无羡想打人 好你个蓝二公子啊 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是不是 居然敢笑我 我还是不是你最爱的宝宝了 不要小看我 开着导航我还是认识路的 哼 蓝忘机看着旁边的人嘴巴气鼓鼓 像急了生气即将暴走的兔子 赶紧给人顺毛 我没有笑你 我是真的觉得你不认识路 魏英 这是事实 不对吗 蓝湛 我生气了 混不好那种 魏英 我错了 你不要生气 可好 魏无羡看蓝忘机一本正经的样子 实在忍不住扑斥笑出声哈哈 蓝湛 你太不惊斗了 我没有生气了 好了 快上车 出发回家 魏无羡开车 蓝忘机再副驾驶 他又不玩游戏 不看小说 也是不吃零食的 偶尔喝点水 自己喝了 还不忘给开车的人喝 剩下的时间属世无聊 就盯着人看 魏无羡也怕人无聊 和蓝忘机聊天 聊着聊着 就说到了心理医生的问题上 魏无羡立马开始眼眼的 有意无意地想避开这个话题 蓝忘机不饶人 魏英 回去以后 给你约心理医生 如何 蓝湛 这还在过年 我们都想好好地休息休息 人家心理医生 肯定也想要休息的 魏英 没事 蓝氏集团里 有专门的心理医生 医生信雇 是专门针对心理问题这方面的 他随叫随到 可以随时到家里来的 可是 蓝湛 我想年后再去 好不好 好不好吗 二哥哥 蓝忘机想了想 问题不大 也就依了魏无羡 只是叮嘱人年后一定要去 魏无羡打着哈哈答应了 心里有着小心思 反正年后蓝湛也要上班了 自己也要上课了 哪里还有时间去看心理医生 也没时间管自己去不去了 黑黑魏无羡心里打着小算盘 殊不知 蓝忘机对这件事情相当执着 可谓不去不行 后面导致蓝忘机都后悔了 魏无羡插开话题蓝湛 你说 我们在地城买的东西 现在到家了吗 魏无羡的小心思 蓝忘机如何不知 蓝忘机把魏无羡从小到大的小习惯 小心思可谓是摸得头头的 只是这会儿这个话题 如果再继续下去 可能会适得其反了 只能先顺着了 应该到了 距离也不远 我们在外城还待了三四天 算算时间 昨天应该到了 魏无羡开了差不多一半的路程 到达第二个服务区时 和蓝忘机换了位置 蓝忘机怕人累着 就叫魏无羡睡会儿 魏无羡也确实累了 和蓝忘机聊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趁着红绿灯的时间 拿了毯子给人盖上 又接着开车回他们的公寓 蓝忘机开车很稳 不会突然急刹车 也不会很快 魏无羡舒服地睡着 直接到了家 两人没有回公寓 回去还要自己做饭 两人开了大半天的车 魏无羡也舍不得蓝忘机 再给他做饭 便打算回两边父母家吃饭 魏无羡想去蓝忘机家吃 蓝忘机觉得 应该回魏家吃 魏无羡拿不定主意 蓝忘机便帮人做了决定 直接开车回了魏家 把车停载了魏家 然而两人一进门 魏妈妈就问 蓝忘机可有先回家 蓝忘机只能东西放下 自己先回了蓝家了 然后两家人 一起在外面的院子里吃晚饭 其实魏无羡对老心理医生 是有抵触的 他认为自己并没有生病 为何要看心理医生 但是 蓝忘机认为 魏无羡被那断尘的过往 折磨着魏无羡也折磨他自己 他想让魏无羡不要沉在梦里 想让他走出来 在地城的时候 他看过很多次魏无羡做梦 做梦的魏无羡满头大汗 眉头紧皱 手会抓着心脏处的衣服 如果做梦时间太长 还会哭 嘴里会念着蓝忘机的名字 叫他不要走 不要离开 这个时候的蓝忘机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紧紧地抱着人 把人搂在怀里 不断地安慰人 每次蓝忘机 看着做梦的魏无羡 都心痛到难以复加 然而魏无羡不一样 他不愿意忘记 他宁愿做梦 也不愿意忘记 他没有刻意去想起 也没有刻意去忘记 他一直在用蓝忘机的伤 提醒自己 不能任性 虽然蓝忘机 说过他不必长大 只需做他一个人的小孩子 可是魏无羡觉得 自己不是小孩子了 自己也要长大 不能永远都躲在蓝忘机后面 不能只是蓝忘机保护他 在关键时刻 他也要保护蓝忘机 魏无羡已经开学了 直到开学蓝忘机 都没那把人带去看心理医生 过年那段时间 理由是人家医生也要过年 蓝忘机就没带去 现在开学了 魏无羡说 开学了作业很多 也就拖到现在 蓝忘机已经从医院辞职 一个多月了 也已经任职到蓝氏 这期间 他用了最短的时间 去熟悉蓝氏的业务和运作 从刚开始的 需要蓝锡城帮忙 到现在的得心应手 都是在很多次加班中 努力出来的 蓝忘机从大学毕业后 就去了医院 几乎没去过蓝氏公司 很多人都知道 蓝氏有个二公子 但是没人见过 蓝锡城没有让蓝忘机 从底层做起 而是让他做了运维部部长 正因为这样 运维部的好些人 对他这个空降的运维部部长 颇有微词 觉得蓝忘机长得这么好看 学历又这么高 一来就是部长 而且以前的部长 也不是辞职走的 是被总部调到了 旗下的子公司去了 谁都知道 子公司的待遇 肯定没有总部好 任谁都不会放弃总部 而跑去子公司吧 就都觉得蓝忘机肯定是走的后门 蓝忘机多少也听到过这些传言 只是 他认为无所谓 反正总会有真相的一天 这天又逢礼拜五 魏无线下课 在寝室不做逗留 把脏衣服一装 就往家里跑 蓝忘机提前给人发了信息 今天下班有些迟 不能去接 但是会做好饭在家等着 魏无线没办法 只能打车回家 收拾好 就直奔校门口拦了车 就往家里赶 魏无线刚进家门的时候 蓝忘机刚好做完最后一个汤 把菜端去饭厅 正好就听到了门口的响动 蓝忘机放下菜 就去门口迎那个日丝夜响的人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开门的人 抱了一个满怀 二哥哥 我回来了 可有想我呀 我可想死你了 是做好饭了吗 我好啊 蓝忘机回抱住人 伸手接过人的包 放在玄关处 刚做好 快去洗手吃饭吧 在家里就他们两个人吃饭 魏无线不用去想蓝家的家规 基本都是魏无线在说 蓝忘机在听 偶尔蓝忘机会回答几个 等他吃好饭 才会和魏无线多聊几句 两人很快吃好饭 蓝忘机收拾好饭桌 洗好碗 收拾完厨房 两三便打算下楼走走 顺带又把垃圾拿下去扔掉 楼下有小公园 有很多健身的设施 也有小朋友玩的地方 蓝忘机牵着魏无线的手 慢慢地逛着小公园 走到一处河边的长椅上 魏无线闹着走不动了 要坐一会儿 这个时候 蓝忘机想到了和魏无线聊一聊心理医生的事情 蓝忘机多少也明白魏无线可能是有些抗拒的 小心地问着人 注意魏无线脸上的变化 卫英 我给你约了明天的心理医生 我们去看看可好 已经拖了很久了 本来还很高兴的人 一下子听到心理医生四个字 脸部表情直接僵住了 望着蓝忘机 小心地说着蓝湛 我不想去看心理医生 魏英 为什么不去 我们回来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而且 你不是一个人去 我会陪着你 不要害怕 蓝湛 我不是害怕 我就是不想去 去看心理医生 我会觉得自己有病 可是 我知道 我没病呀 我只是不想忘记而已 可是 魏英 你每次做噩梦我都胡很担心你 你每次做噩梦 我都无能为力 我会觉得我很没用 所以 魏英 我们去看看 好不好 我们忘掉 那段痛苦的过往 可好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与你相伴同行 第23集 魏无限莫名的心理 开始有些烦躁 站起来 望着湖边 蓝湛 我说了 我不去 我不要忘记 你只说叫我忘记 那你可会忘记我生病的那几年 你可会忘记我 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 你有时候午夜梦回我生病的那几年 你都会惊醒 你可会忘记 你是不是惊讶我 为什么会知道 你做梦 因为每次 你做梦 你惊醒的时候 我也会醒 我不敢睁眼 因为我知道 你怕我担心 所以 每次都是 趁你熟睡以后 我再睁开眼 然后再抱着你 轻轻地给你说我好了 你治好我了 我没有一睡不醒 这些你又可会忘记 对 我是抗拒看心理医生 因为我的要求很简单 我就是不愿意忘记 你挡在我面前替我挡刀的样子 我就这一个要求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忘记呢 为什么 蓝忘机对于自己的事情 从来都不怎么放在心上 但是 只要事关魏无羡 他就会失去理智 特别是一些会让魏无羡痛苦的事情 他只会更坚定 以往一些事情 魏无羡撒个娇 卖个萌 蓝忘机 或许就妥协了 但是 这次不一样 那件事情过于血腥 刻进了魏无羡心理 只会让魏无羡更痛苦 所以 这一次 蓝忘机想再决绝一些 打定主意 坚决否定魏无羡的一切要求 魏英 为什么一定要记住呢 那段记忆并不好 只会让你痛苦 不是吗 我们将来还会有更多美好的回忆 美好的事情 为什么一定要记住这个呢 魏无羡软了气势 重新坐下 拉了拉蓝忘机的袖子 蓝忘机以为魏无羡同意了 也没再僵持 坐在魏无羡旁边 阿英 我真的不愿意看你痛苦 我不愿意看到你每次做噩梦心痛的样子 你不知道 我每次看着我的心有多难受 我多想跑进你的梦里 把那个让你做噩梦的蓝忘机赶走 所以 魏英 我们去看看 好不好 嗯 蓝湛 不管你说 什么我都会答应 因为我知道 你是为我好 关心我 爱我才会这样 但是 这一次 我真的不想去 蓝湛 你就答应我 我们不去好不好 我真的真的不想去 蓝忘机闭了闭眼 再次睁开 坚定地问魏无羡 魏英 确定不去 是吗 魏无羡犹豫了一下 他确实不想去 他自己也说不出来 对于那段痛苦的事情 为什么不选择忘记 或许过个几个月 过个两三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或许就忘记了 也就没有关系了 为什么一定要看心理医生的蓝湛 我不想去 蓝忘机站起身好 不去 回家吧 很晚了说完没有等人 直接转身往家里走 但是 魏无羡心里很清楚 这人生气了 自从那天两人聊过以后 两人还是像以前一样 中午蓝忘机 有空会和魏无羡吃饭 然后周末 给魏无羡做饭 但是 魏无羡就是觉得不一样 看似哪里都对 但是 明明又哪里都不对 终于 魏无羡在某天觉悟了 就是蓝忘机肯定是生气了 对于他不去看心理医生 这件事情上生气了 连着两个周末 两人虽然都是同睡一张床 但是 蓝忘机不会等着人睡觉 平时都是魏无羡先去洗澡 然后等着蓝忘机一起睡觉 现在变成了蓝忘机先去洗澡 等魏无羡洗好出来 那人早就睡着了 魏无羡也不知道 这人到底是睡着了 还是没睡着 好几次想抱人 蓝忘机都不给机会 魏无羡也是很难受呀 自己心里那光过不去嘛 有什么办法 这天不是周末 魏无羡忍了两个礼拜 实在忍不到周末了 中午想去找蓝忘机一起吃午饭 然后和蓝忘机好好聊聊 提前和自己导师请了假 拿着假条 上午最后一节课铃声一响 魏无羡拿着包就跑出去了 急匆匆打了车 就往蓝市公司去 到了公司被前台拦住 先生 请问有什么事吗 魏无羡一看这人没见过 估摸着是新来的 也没为难人 笑着说能不能帮我问问你们宣传部部长蓝忘机在不在 我找他有事情 你就说我姓魏 谢谢前台 请问你有预约吗 呃 没有 我不上去 你就帮我打电话上去 问问就好 可以吗 麻烦你了 小姐姐 前台被魏无羡帅气又礼貌的样子给迷住了 想着就只是打个电话 应该没什么事 也就答应了 那您稍等 我帮您问问 前台打了电话去宣传部 被告知人不在 也就没多问 不好意思 先生 蓝部长不在 魏无羡又问 那可不可以帮我问问 你们蓝总裁在不在 谢谢 拜托 拜托 前台又打了电话给蓝锡城特助 特助一听是姓魏 便把电话接进了蓝锡城办公室 前台把电话给魏无羡 示意让他接电话 阿县 你来公司了 怎么不直接上来 锡城哥 我不上去了 我是来找蓝湛的 他不在吗 嗯 阿县 忘记出差去了 礼拜一就去了 要周末才回来 没跟你说吗 哦 那他可能走得太急 没来得及告诉我吧 那西城哥 没事了 我请假出来的 我回去了 拜拜 魏无羡电话 递回给前台 说了谢谢便走了 魏无羡走得潇洒 可把前台给惊呆了 赶紧在部门的公司群里 说你们猜 你们猜 我刚刚遇到了什么事情 好玄化啊 同事Bi呀 不要绕弯子 快说 遇见谁了 大帅哥 能有宣传部部长帅 同事C 对对对 快说快说 同事A确实是一个大帅哥 和我们蓝部长不相上下 来找我们蓝部长的 蓝部长不在 就找了总裁 更玄化的是 他叫总裁哥哥 我这是什么神仙遭遇啊 同事B一听说 叫他们总裁哥哥 又不是蓝部长 立马就知道了 是谁恭喜你 你可能遇到了 我们蓝总裁的弟弟 蓝部长的男朋友 他是不是说他姓魏 同事A啊 男朋友 同事C你新来的 你不知道 这是我们蓝市 内部公开的事情 我们蓝部长有个男朋友 姓魏 很少来公司 两人一起长大 感情极好 两人就等魏先生大学 一毕业 就要结婚了 你个傻子 居然把人蓝在外面 不让人静 你自求多福吧 蓝部长可是出了名的 无理由户男朋友 同事A啊 不要吧 我才刚来呢 再说魏无县这边 浑浑噩噩地打车 回了学校 范爷每次就回了宿舍 路上打过电话给蓝忘机 那边手机关机了 魏无县就更不好了 他想给人道歉呀 奈何那人手机关机了 他又不好意思去问蓝锡辰 一问不就穿帮了吗 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还是被室友叫醒 才去上课 魏无县下午的时候 又给人打了电话 还是关机 这下魏无县彻底恼了 也不给人打电话了 信息也不发了 就等着人联系他 蓝忘机礼拜一 临时接到通知 要去自义城出差 想着两人再冷战 也就没给魏无县说 蓝忘机也是生气的 这一次 他不想妥协 他想着 这个梦不可能一辈子 都跟着魏无县 那件事情 在魏无县心里 已经根深蒂固 明明两人在地城的时候 说得好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回来以后 那人就不答应了 以前不管什么事 他都依着魏无县 只要魏无县撒个娇 卖个萌 他都会答应 只是 这一次 涉及到了魏无县的心理 蓝忘机着实不想再妥协 这天已经是礼拜三了 这次的合作方有些难弄 合同改了好几次 对方都不同意 前一天又改了一晚上的合同 睡的时候都快天亮了 早起的时候 又被助理叫醒 手机没来得及充电就出门了 蓝忘机只想今天能谈完 快些回去 已经好久没见他的魏英了 着实想得紧 他也知道 甲方一再不满意合同 是因为什么 无非就是觉得 对于自己的利益太低了 想把价格往下再压 蓝忘机已经决定 今天改最后一次合同 如果对方还是不满意 那就不用谈了 这一次会谈 蓝忘机坚定了自己的说法 如果诚心合作 我们价格方面可以再谈 但是 如果只为利益 不顾双方利益 那么 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 最后 合作谈好 局面双赢 合同签好 蓝忘机就往酒店走 自已成有很多出了名的糕点 从来这个地方 他就一直记着 到时候 一定要给他的男朋友 带一些回去 蓝忘机回酒店 把东西放好 换了一身休闲的衣服就出门了 他已经想好了 买什么回去 可以把人哄好 除了吃的 还想给人买点礼物 东西买好 也不准备再逗留了 便交代了同行的几人 让他们可以再玩一天 自己先走 他已经想他的男朋友很久了 他想立马就见到那个人 东西打包好 就准备订机票去机场 手机打开才发现没电了 又把行李箱打开 拿出充电器充电 充了两分钟 终于可以开机了 一开机就收到了 未无限的来电和信息 蓝忘机回家的心 就更强烈了 蓝湛 你去出差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蓝湛 你电话怎么关机了 是还在生气吗 蓝湛 怎么还关机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错了好不好 你快回来吧 我想你 蓝忘机 我再也不理你了 明明说好可以吵架 不可以不理人的 你不仅手机关机还不理人 我再也不理你了 信息到这里 未无限没再发任何信息 最后一条信息 还是蓝溪陈发的 一看到信息 蓝忘机瞳孔放大 因为他看到他兄长说 魏无限受伤了 这会儿去医院了 正打算回电话 蓝溪陈电话进来了 电话一通蓝忘机 着急地问 兄长 魏英怎么样 我现在马上回去 忘机 你是不是和阿线吵架了 阿线受伤了 这会儿在医院了 还不让我联系你 你手机还关机 兄长 先把我看好魏英 我现在就回 说完挂了电话 一边走 一边订了最快的机票 回华城 魏无限受伤了 其实不怎么严重 但是因为生病 然后又被篮球砸到了头 所以才会昏睡 蓝忘机到医院之前 已经醒过一次了 只是因为生病的原因 所以没一会儿 昏昏沉沉沉的又睡了 蓝忘机到的时候 正是魏无限刚睡不久的时候 然后蓝忘机就以为魏无限很严重 然后就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魏无限是怎么受伤的呢 因为蓝忘机出差 没有给他讲 然后电话不接 信息不回 魏无限就认为 这一次蓝忘机肯定气急了 才不理自己 然后就吃不好 睡不好 第二天上课就昏昏沉沉的 下午的时候在篮球场 本就没精神 加上打篮球的人 把球给扔偏了 魏无限也没看到 这不 就被飞来的球给砸到了头 其实不严重 它是因为滴血糖才晕的 这可把打篮球的人给吓坏了 立马就叫了救护车 把人给送医院去了 然后通知了家里人 然后蓝忘机就知道了 魏无限醒的时候 蓝忘机在病床边 握着他的手睡着了 魏无限动了下手 蓝忘机就醒了 然后就开始讨伐自己 蓝忘机一直认为 就是自己的错 为什么一定要让魏无限 去看什么心理医生 如果自己不坚持 就不会吵架 如果自己告诉他 要去出差 魏无限就不会照顾不好自己 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 魏无限眼睛一睁开 因为刚睡醒 要醒不醒的样子 脑子里糊里糊涂的 只是正正的盯着蓝忘机也不说话 而 这些在蓝忘机眼里 理所当然的认为 魏无限定是 还在生气 所以才不理自己 然后蓝忘机开口了 阿英 我错了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我不是不接你电话 我出差那天很急 就没来得及给你讲 后来手机又没电了 我也是工作 谈完回酒店才知道 手机没电的 我们不去看心理医生了 你说不去 我们就不去 你想记住 我们就记住 我们随着时间忘记 我让兄长把心理医生推掉 阿英 我错了 我不该不理你 不该和你闹 阿英 你不要不理我 可好 然而魏无限此时就想故意气气蓝忘机 然后就脱口而出来了一句 你是谁 蓝忘机正住了 一时不知道应该做何反应 指了指自己 然后问魏英 你不认识我了 我们认识吗 你为什么还知道我名字 你是谁啊 为什么就你一个人在这里 我爸爸妈妈呢 说完不动声色的 把自己的手 从蓝忘机手里抽出来 蓝忘机再一次 把人手握紧 些许的痛苦隐忍之色 很是明显 魏无限虽然设不得 但是 他也不想妥协 开弓没有回头见 现在已经开头了 如何能收回呢 就只能转过头去 不看人眼睛 阿英 我是蓝湛 我是你二哥哥 不记得吗 果然魏无限听见二哥哥 三个字时转过了头 眼睛亮晶晶的看着蓝忘机 二哥哥 你说你是二哥哥 怎么可能 二哥哥不要阿英了 二哥哥走了 说着就要起床 对 我出门干什么来着 是了 我要出门找二哥哥 你见过我家二哥哥吗 他在哪里啊 本视频由编万书童制作 与你相伴同行 第24集 蓝忘机有些哽咽 说话的声音都在发颤我 我认识 我帮你找 我知道他在哪里 我帮你找 我帮你找 你躺好 不要乱动 身体还没好 哦 能不能麻烦蓝先生 帮我叫一下我爸爸妈妈 谢谢 魏无羡的语气 礼貌中又带着疏离 蓝忘机虽然听着不开心 但是没办法 现在卫英不记得他 蓝忘机打电话叫来了 为爸爸为妈妈 大概得说了一下 魏无羡不记得他的事情 就挂了电话回了病房卫英 一会儿卫姨和卫叔就来了 你再休息一下 哦 谢谢蓝先生 没一会儿 魏无羡爸妈到了 魏爸爸 魏妈妈很奇怪 明明醒来的时候很正常呀 为什么蓝忘机会说 魏无羡不记得他了呢 魏妈妈试探性的 又问了问魏无羡阿英 知道我是谁吗 魏无羡笑着说 妈 你说什么呢 你是我妈呀 我为什么不认识你啊 忘了 谁也不能忘了你和我爸呀 魏妈妈又指了指蓝忘机呢 阿英 他你认识吗 魏无羡看了看蓝忘机 然后就笑了 认识呀 蓝忘机听到魏无羡说 认识眼睛亮了 随后魏无羡的话 又让他进入了低谷认识 他刚刚说了他姓蓝 叫蓝湛 我名字都知道了 肯定认识啊 魏妈妈不知道 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 魏无羡为什么会突然受伤 这会儿又怎么会不记得蓝忘机 魏无羡不记得了 自是问不出什么 只能是问蓝忘机了 魏妈妈叫了蓝忘机 示意他到外面去 然后让魏爸爸陪着魏无羡 两人来到外面走廊 忘记 阿英怎么回事 为什么突然受伤 现在怎么会不记得你了 你们在这之前是吵架了吗 蓝忘机看着窗外 不知道在想什么 肉眼可见的心情低落 眼里的悲伤 好似下一秒就能满出来 魏姨 我好像又错了 只这一句话 魏妈妈就能知道 蓝忘机此刻的心情 魏无羡记得所有家里人 就是不记得最爱的蓝忘机 两人从小感情就好 现在魏无羡不记得他了 蓝忘机的心情 真的不能只用不好来形容 蓝忘机没有回答魏妈妈的话 只是问魏姨 魏英为什么排斥看心理医生 我觉得 她并非是单单的不想去 她似乎很排斥 就是不愿意去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才会变成今天这样 魏姨 我真的做错了吗 魏妈妈更疑惑了 忘机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看心理医生 阿英到底怎么了 魏英因为我之前受伤的事情 有时候会做噩梦 据魏英所说 在家里的时候 就已经在做梦了 那个时候还好 没有那么平凡 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换了环境 也或许是白天太累 导致晚上睡不踏实 就又开始做梦了 再加上在地城的时候 淋了雨感冒了 大概是生病内心脆弱 激发了内心深处的恐惧 总认为 我因为替他受伤离开了 我多次劝说 都没用 最后就想让他去看心理医生 我们在回来的路上 已经说好了 他也答应我了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回来以后 他又后悔了 一直很排斥 我们因为这件事情 有些不愉快 所以 蓝忘机说到这里 没有再说下去 魏妈妈也知道了 后面大概发生了什么 他自己的儿子 他最清楚 从济世起 心里永远都是蓝忘机排第一 哪怕在国外的两年 心里最挂念的 也是蓝忘机 况且 这一次并没有伤到头 又怎么可能会忘记蓝忘机 大抵是借着这次的事情 想逃避什么 或许应该找自己的儿子 了解了解情况了 魏妈妈比起了解蓝忘机 更了解自己的儿子 现下魏无羡心里什么心思 魏妈妈可以说一清二楚 魏妈妈想了想 还是安慰蓝忘机忘机啊 你要信阿英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阿英什么性子 我相信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现在阿英生着病 等过两天 我和阿英说说 忘机 今天先回吧 这两天就让阿英住家里 过些天你再来 把阿英接回去 可好 蓝忘机虽然很担心魏无羡 但是眼下魏无羡的样子 他留在这里 也没有 嗯 魏姨 我先回去了 我明天再来看魏英 蓝忘机没有再回病房 也没有提前告诉魏无羡 他先回去 这样子 都是魏妈妈让蓝忘机这么做的 蓝忘机不置可否 只能照办 魏妈妈回到病房 魏无羡已经好几天没见过蓝忘机了 心里想他想的长毛 蓝忘机和他老妈走出去的时候 他的耳朵就时刻注意病房门的动静 魏妈妈进门的时候 把魏无羡的表情一览无余 他也不拆穿 走过去坐下阿英 可好些了 妈 不用担心了 我好多了 魏妈妈也不打算惯着 直接了当地说人阿英 既然你说你好多了 那我们就谈谈吧 魏无羡愣住了 从来没见过自己的母亲大人 这么严肃过 总觉着下一秒 好似就会骂人了一样 魏无羡只好硬着头皮问妈 谈什么 魏妈妈其实是有些生气的 在蓝忘机说了那些以后 就开始有些生气了 现在看着自家儿子现在的样子 就更加生气了 恨不得扒开裤子 就在他屁股上 狠狠几个巴掌 但是 儿子大了 面子总要的 行吧 我就开门见山地和你说 魏无羡 你现在二十多了吧 已经不是小时候五六岁的样子了 你不是小孩子了 我想你应该很明白事理了 你说 你不记得忘机 行吧 你忘记就算了 我就当作你是真的失忆了 忘记有多爱你 我不信你不知道 对 你现在失忆了 不记得忘机了 当然也就不记得忘机对你的好妈 魏无羡话没说完 被魏妈妈无情打断 你别说话 我的话还没说完 魏妈妈严肃的样子 也吓到了魏爸爸 毕竟魏妈妈脾气一向温柔 很少发火 这一次对着还在生病的儿子生气 想来事情很严重了 魏爸爸拉拉拉为妈妈守老婆 阿英还在生病呢 老公 这次你别帮他 这次是他过分 生病也是活该 我就不该什么事情都宠着他 才让他今天仗着那人喜欢他 无法无天 不顾他人感受的做 你是怎么晕倒的 有没有砸到头 想必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你记得所有人 唯独不记得忘机 你可有想过他的感受 忘机多爱你 你不知道吗 你出国两年 忘机拼了命的学医 你的病会不会没人知道 你昏迷的时候 我不曾联系过一次忘机 你可知他多担心 他给你发了多少信息 打过多少电话 我不敢接 我也不敢回 我怕你醒不过来 如果你醒不过来 作为从小就把你许给他的另一个母亲 我不知道如何向他交代 现在虽然过去很久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 忘机给你发过最多的信息是什么 魏怡 魏英可好 我在等他回来 这是忘机每天的信息 回来之前从不曾变过 每天都发 有时候是早上 有时候是午后 有时候甚至是半夜两三点 你说过 忘机从小有过许多志愿 唯独没有学医 那他学医是因为什么 为了谁 你不知道吗 你没生病前 忘机就喜欢宠着你 惯着你 事事依着你 从舍不得对你说一句重话 你生病以后 对你的的宠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还在我肚子里时 我就和你兰姨说 不管男女都许给忘机 忘机照顾你 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反观你呢 魏无羡 你呢 你自己说说 你除了和忘机闹脾气 让他事事依着你 你们目前的情况我也知道了 这次确实是你的问题 忘机为了你好 才想让你去看心理医生 他不想你一直痛苦 他有什么错 你和他闹脾气 还假装失忆 刚刚我问他 你可知 忘机第一句话是什么 他说魏仪 是我做错了吗 就这一句话我 都能听出来 忘机有多心痛 所有人都可以伤害忘机 对他说难听的话 阿英 你可知道就你不能 嗯 他这些年 为你付出多少 你不知道吗 你现在说不记得就不记得 真不记得 我也不说什么了 你偏偏是假装不记得 忘机是姓了 你让我这个做妈的 怎么不生气 你如果不想要忘机了 你就说 我去给你兰姨说 忘机现在也不小了 同龄的男孩子小孩子 都可以打酱油了 那他又有什么理由 被你这么拖着 如果你再这样继续坐天坐地 仗着忘机爱你 你就任性 以后忘机 如果铁了心离开你 我不会管你 我只会鼓励忘机离开你 妈 我没有 我爱蓝战的 很爱很爱 魏无羡眼里蓄着泪 如果此刻蓝忘机在 看着肯定心疼坏了 魏妈妈也不忍心 看到自己儿子伤心 也是放软了语气 阿英啊 我知道你爱他 但是 你看看 你现在是在做什么 你现在的行为 不就是把忘机往外推吗 对 忘机是爱你没错 可是 这不是 你放纵的理由你知道吗 阿英 你给妈妈讲 为什么不愿意 去看心理医生 不愿意忘掉 魏无羡点了点头 嗯 我不愿意忘记那天的蓝战 是 我现在想起来会痛苦 那要怎样 我就是不愿意忘记 时间长了 就会选择性 遗忘不是吗 我每次想到 蓝战为了我 什么都可以不要 甚至是命我 都会觉得多幸福一分 这样折仙一般的人是我的 我又有什么理由 在未来不去规划他 哪怕以后蓝战 用这个理由套住我 我也是不愿意离开他的 当然 蓝战没有这个机会 阿英 你这一次 错得连妈妈都不想帮你了 明天忘记还会过来 到时候 你好好和忘记认个错 我和你爸就不过来了 你和忘记好好谈谈 你不可以任性 不可以耍赖 听见了吗 以后你再这样 你就滚出去说完 拉着魏爸爸就要走 魏爸爸一脸猛 老婆 去哪里 阿英一个人 在这儿我不放心 有什么不放心的 又不是一两岁的孩子 我们回家做饭 让他自己好好想想为妈妈拉着为爸爸走了 到了门口 就给蓝忘记打了电话 忘记 你明天来接阿英出院吧 明天我和你卫叔有事 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但是 忘记 这回 你必须值钱一些 不能阿英随便两句话 就打发了 以后只会让他更无法无天 你得适当地收收绳子 懂吗 蓝忘记大概知道了一些 魏无羡是在和自己闹脾气 并没有忘记自己 蓝忘记阴霾了一天的脸和心情 一瞬间便放晴了 魏姨 我知道了 明天我会过去的 魏无羡当天便出院回家了 回家后除了吃饭 就把自己闷在房间里 和学校请了假 接下来三四天 也不用去学校 这天吃晚饭的时候 魏妈妈注意到他吃饭眼眼的 魏妈妈 知道他的心结 也劝不了什么 终究是 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哪怕是亲密的家里人 其实也帮不上什么忙 魏妈妈该说的话都说了 能不能想得明白 只能靠魏无羡自己了 魏无羡吃完饭便回了房间 洗漱完后就躺在床上 又怎么都睡不着 心里又有事 又怎么都想不明白 脑子里的蓝忘记一个劲往外钻 魏无羡甩了甩头 闭眼睡觉 但是一闭眼满脑子除了蓝忘记 还是蓝忘记 就这样迷迷糊糊的快天亮了才睡着 饶事这样 睡了一两个小时就醒了 魏无羡一醒来 早饭没来得及吃就出门了 他要见蓝忘记 纠结了一个晚上 虽然没想出个所以然 但是就是想蓝忘记 想他清冷的檀香味的拥抱 想念蓝忘记做的好吃的 想念蓝忘记总是对他的好 魏无羡出了门 就直接打车去了他俩一起的公寓 公寓门是指纹锁 倒也不用担心 出门着急忘带钥匙 进门后 家里很干净 看得出 哪怕两人不在家 蓝忘记也有安排专人打扫 魏无羡进门后 没看见蓝忘记 就知晓这人肯定在公司了 魏无羡又打车去了公司 这一次 楼下没人拦着他了 魏无羡直接去了蓝忘记的办公室 蓝忘记这两天上班总是走神 自出差以后 蓝忘记就没回过家 那天从医院出来 也没有回家 而是去了蓝家 第二天又早早的去了公司 本打算第二天去看魏无羡 第二天 公司又突然有事 无奈只能去了早早的去公司 一晃已经过去两天了 就第一天在医院的时候 见过魏无羡 两人又两天没见面了 魏无羡今天 是休息的最后一天 明天要去学校了 接下来回学校后 又会忙好长一段时间 想快些毕业 就要把蜡下的都补上 他现在大二了 并不是很想在大学待到第四年 如果可以 更希望自己两年半就能毕业 然后去蓝市的公司 和蓝忘记一起上班 下班 回家吃饭 蓝忘记这两天也有些忙 可以说 直接住在了公司 公寓也好久没回去了 每隔两天 就会安排专人过去打扫 忙起来还好 忙起来会没有时间 去想魏无羡 但是 只要时间一空下来 就会想念那人想念到发疯 很久没抱着他的阿英睡觉了 很久没和他的阿英 好好吃过一顿饭了 也好久没和他的阿英 正经说过话了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与你相伴同行 第25集 有时候蓝忘记闲下来 会想 他们如今这样子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他也问过 自己内心是不够爱吗 这个想法一出来 蓝忘记立马否决了 他很确定 不是不够爱 而是太爱了 爱到溶进骨血 爱到两人好似一人 爱到每天不见见那人 就感觉缺了什么 蓝忘记觉得 魏无羡在上辈子 肯定是他身体里 一根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可能是四肢 可能是一根骨头 不能丢失 也不能缺少 要不然 自己怎么会如此爱那个人 这一次 两个人似乎都有问题存在 他迫切地 想让魏无羡去看心理医生 想让他忘记心里的那个创伤 他怕 他怕时间一长 这个伤口即使好了 也会根深蒂固 所以他才迫切 他想在伤口逐渐扩大的时候 彻底扼杀掉 以至于忽略了魏无羡 不想看心理医生的原因 蓝忘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两个人在争吵过后 会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自己想明白以后 就会认为大部分都是自己的错 只是 这一次 他似乎忽略了许多的小细节 比如魏无羡现在的性子 是怎么来的 比如魏无羡只要一撒娇 他妥协是怎么来的 再比如 自己他眼中的魏无羡 是不是就是他了解的那个魏无羡 蓝忘记脑子里问题 正在各种盘旋的时候 办公室门开了 正想开口询问来人 为什么不敲门就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了日思夜响的人 蓝忘记不禁想立马跑过去 把人抱在怀里牢牢地圈住 但是脑子又在提醒他 魏无羡正在 假装不认识他 自己更应该稳住 不能马上原谅这个任性的人 蓝忘记坐在办公椅上 抬头看了一眼来人 又低头看着办公桌上的文件 假装不在乎的样子 魏无羡这次来找蓝忘记是认错的 但是 看着蓝忘记的样子 认错的心思 又被吓回去了 魏无羡做了几个深呼吸 朝蓝忘记走过去 现在办公桌前 低着头搅着自己的衣服 蓝湛 对不起 我错了 蓝忘记差点没绷住想站起来 嗯 魏英你觉得 你错在哪里 蓝湛 我错在不该骗你我失忆 不该和你任性 我妈说过我了 我以后不会了 蓝湛 你不要生气了 好不好 蓝忘记看着人 本想说不生气了 话到嘴边变成了魏英 还有吗 我知道 我不去看心理医生你生气了 我也知道 明明答应你了 我又找各种理由躲着不去你生气了 我知道 我不应该因为你爱我 我就无法无天地和你闹 让你老实去迁救我 魏英 宠着你 迁救你都是 我喜欢做的事情 我也喜欢你依赖我 只是 魏英 你装作不认识我 可有想过我的感受 你记得所有人唯独不记得 我可有想过 我会不会心痛 就好像所有人都给我说 男子不能和男子在一起 那是错的 所有人都告诉我 我们在一起不会有未来 这些我都不深在意 只因为这个人是你 只是你 但是 如果有一天你亲口告诉我 我们在一起是错的 我可能才会觉得 或许是错的吧 魏英 你说 你不记得我的时候 我的心是难受的 感觉快要报道 那天我回去后 我就在想 是不是我管你管得太过分 才会让你记得所有人 唯独不记得我 是不是我不够爱你 没有住进你心里 你才会不记得我 我甚至想过 你不记得我 没关系 我记得你就好 我有信心让你再爱上我 我什么都想过了 偏偏没有想过 你不记得我是假装的 魏英 我只问你一句话 我对你的爱 你觉得是负担吗 你和别人讲话太多 我会管你 你总是无意识地聊人 我会莫名吃醋 有时候 我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吃醋 你在学校忙着学习 好久不理我的时候 我会不开心 学校里很多人给你勤书 每次从你书包里 无意间调出来 我可能 就会莫名生气 魏英 我很小气 小气到希望你心里 只能有我一个人 小气到希望你满心满眼 只能是我就好像这一次 我们冷战的原因是 心理医生 在我心里 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伤害 不只是表面 内心也不行 我希望你忘记 我为了你受伤这件事 我让你忘掉 只是希望 你不要被梦魇折磨 每次看你 这样我都很难受 只要是为了你好的事情 我从来都是固执的 所以我坚持我的想法 所以 魏英 这样的我时间长了 你真的不会烦吗 魏无羡眼里的蓝忘机 从来都是话少的 但是 他不知道 蓝忘机只是对别人划手 在他面前 蓝忘机恨不得掏心掏肺 此时蓝忘机一下子说了那么多 魏无羡反而有些不适应 蓝忘机多多逼人的话 让魏无羡一下子无法招架 正想说话的时候 蓝忘机又开口了魏英 我让司机送你回学校 我们这段时间都冷静一下 我不会去学校找你 我们都好好想想 接下来 我们应该怎么做 但是魏英 我只是让你冷静 并没有要离开你的意思 所以 魏英 希望下次我们见面 你会给我带来好消息 好吗 魏无羡走了 这个时候已经到学校很久了 但是 蓝忘机久久不能回神 只要一闭眼 他就能想到魏无羡 可怜兮兮的眼神 和落寞的背影 又能怎么办呢 必须逼一逼那人 那人才能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 两人 几乎没见过面 中午或者晚上 也不会在一起吃饭 只是每天两人 会互道晚安 这一整个礼拜 魏无羡过的 可以说是度日如年 课程跟不上 上课走神 最爱的篮球也没心思了 下课了就是发呆 吃好饭就回寝室睡觉 上课也只是目睹地听着 导师实在看不下去了 找魏无羡谈话 魏无羡的导师姓王 叫王云 是一个人到中年的年轻女导师 因为王导师一直都认为 自己人老心不老 又保养得很好 根本看不出 已经快五十了 人温柔 对学生很好 魏无羡在学校 又向来乖巧不惹事 聪明 成绩也好 这位导师一向都很喜欢魏无羡 有时候魏无羡上课走心 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一次魏无羡着实走得过了些 王导师实在忍不住不管一管了 就把人叫到办公室 单独聊一聊 阿县 坐下 最近什么情况 是遇到事了 还是家里有事 我看你最近老师上课走神 人也没什么精神 和老师好好说说 可好 看看老师能不能帮你 魏无羡坐下 久久没有开口 叹了叹气 说王导师 我有一个从小就很喜欢很喜欢的人 他也喜欢我 我小时候有过很严重的心脏病 他为了我学医 后来因为别的原因 我出国治疗两年 他等了我两年 回国后 我们就在一起了 家里人也是从小就默认的 这中间发生了许多事情 他在医院为了我受伤 然后现在我因为他受伤的事情 久久不能释怀 他出院以后 我会经常做噩梦 梦到他没能抢救过来 我们过年的时候出去旅游 因此发生了许多事情 也因为这样 让我做梦更严重了 他便想让我去看心理医生 用催眠的方法 忘记这件事情 但是 我不愿意 因此 我们冷战了一段时间 前几天 不是生病住院吗 我为了惩罚他 逼着我去看心理医生 又突然出差不理我 我就骗他说 我不记得他了 我以为这样 他会原谅我 谁知道更严重了 我妈因为这件事情 也骂我了 还说 如果以后他不要我了 我妈也不会帮忙 王姨 我 哎 导师大概听懂了 便问到阿线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从小你就知道 他喜欢你 他应该把你看得比任何人 任何事都重要 你出国的两年想来 他也更加清楚地认清了自己的内心 你不在的两年想来 他肯定也不好过 既然他把你看得如此重要 那么你假装不记得他 他肯定会很伤心 很难过 再有 你从小就有心脏病 他为了你去选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肯定是希望治好你 所以 即便他有多不喜欢医生这个职业 他也愿意为了你去做医生 那么肯定是很爱很爱你的 再说 你看心理医生 王姨年轻时 也是谈过恋爱的 我能明白那种 就是看着自己心爱的人 痛苦反而无能为力的那种心情 你的梦魇越来越严重 他看着你做梦 看着你痛苦 自己除了安慰还是安慰 并不能和你一起承担梦境里的东西 他只会比你更痛苦 所以 他宁愿让你忘记 为了你受伤的事情 也不愿意让你记得 肯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借着生病 假装不记得他 阿现 说实话 你前面或许还可以原谅 但是 这件事情 你大错特错 如果我是你的妈妈 我也会骂你 而且 我不只会骂你 气急了 可能还会给你两巴掌 再把你赶出去 你都说 你们从小就感情很好 等你两年 为你学医 为你受伤 但是 你偏偏记得 所有人唯独不记得那个 为了你宁可连命都不要的人 你如果真不记得也就罢了 偏偏还是假装失忆 阿现 你错得离谱哦 王姨 我知道我错了 我也去找他认错了 他也原谅我了 但是 他还是说 让我想一想 可是 我想不明白啊 我爱他我知道 经历那么多事情 早就非他不可了 只是 到底要让我想明白什么吗 我这几天每天都在想 脑瓜子都快想爆了 也没想明白 阿现 你不是挺聪明吗 平时那骨子劲儿去哪里了 嗯 你想想 你们吵架啊 源头是什么 听你的描述 我想 他肯定很宠你 很惯着你吧 所以你 才会这么想不明白 只因四个字 你知道是什么吗 魏无羡猛猛地摇了摇头 倒是笑了笑 点了点魏无羡额头 很是宠你 你呀 恃宠而骄 明白吗 你就是因为 他从小喜欢你 宠着你 对你的所有要求 都有求必应 所以你恃宠而骄 所以你才蛮横不讲理 一切的源头 都是因为你 仗着他爱你 所以你肆无忌惮 所以你认为 哪怕自己 做得有多过分 他都会原谅你 阿现 他也是个人的 人吃五穀杂粮 会生病 也会有情绪 两个人相爱 是需要照顾彼此情绪的 并不能因为 自己是被爱的那个人 就让爱你的人 一味地付出 虽然爱是不求回报的 但是 付出的爱 如果一直没有回应 或者老是让他来 照顾你的情绪 他可是会累的哦 或许某天他累了 不想付出了 不想照顾你的情绪了 那么他可能就会 选择离开了 魏无羡听到这里 好像脑子一下子就清明了 以前和蓝湛闹脾气 总是等着他来哄 似乎从没想过 自己闹脾气 是因为什么 自己喜欢交朋友 而蓝湛并不是很喜欢呀 就像蓝湛说的 自己有时候会有意无意地聊人 就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所以蓝湛才会经常吃醋 甚至有时候 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 就自我消化掉了 有时候 自己也并没有 去在意他为什么吃醋 魏无羡不敢再往下想了 越想 他只会觉得 越不爱蓝忘机了 只怪自己 真的太失败了 导师看着魏无羡 处于自我放空的状态 也没去打扰 就静静地 等魏无羡想明白 过了一会儿 魏无羡终于想清楚了 从椅子上跳起来 猛地抱住自己的导师老师 谢谢你 我想明白了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老师 太感谢你了 导师把魏无羡按在椅子上坐好 你啊 这些天总是魂不守舍的 想不明白 就早些来找我就好了 干嘛困住自己 我不是说过 私下里你 可以叫我王仪 你以为我是和你说笑的吗 想明白了 就把这些天落下的课程 赶紧补回来 马上要有一次大考了 好好复习资料 让后续把人追回来 可懂了 王仪 我知道了 我会加油的 不让你失望 我也会加油 把人追回来 接下来的几天 魏无羡开始专心学习 也会经常给兰旺鸡发信息 说今天做了什么 吃了什么好吃的 又有哪个师哥给学姐表白 当然 那些给魏无羡递情书的不敢提 他怕兰旺鸡不开心 当然 每条短信的后面 都会加一句兰战 阿英想你了 每每蓝旺鸡收到这样的信息 都会开心 一天下来的坏心情 都会因为魏无羡的一句 我想你一扫而空 突然有一天 蓝旺鸡收到了 魏无羡没头没脑的一句话 蓝二哥哥 我要正式追你了 我要让你重新答应做男朋友 蓝旺鸡看着信息就笑了 肉眼可见的开心 自言自语的说这个傻瓜 又没分手 什么叫重新答应做男朋友 同时 蓝旺鸡也很开心 看来这人是想清楚了 很好 他的阿英一向很聪明 魏无羡这些天一吃了饭 就往寝室跑 跑去干什么呢 跑去百度 他有自己的电脑 蓝旺鸡开学时 给他买的最好的笔记本 凭保持他们俩在地市的合影 魏无羡很喜欢 在寝室的时候 电脑哪怕不用也要开着 偶尔累了 抬头就能看到他的蓝二哥哥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与你相伴同行 第26集 魏无现在网上查 追男朋友应该怎么追 和男朋友约会 要做什么 男朋友生气怎么哄 然而出来的都是怎么追女朋友的攻略 什么送花了 送巧克力了 各种花样 看得魏无羡头疼 然后魏无羡突然想到 好像回国后 都是蓝旺鸡做饭给他吃 给他洗贴身衣物 在家有时候碗都不让他洗 更别说打扫卫生了 然后魏无羡眼睛低溜转了一下 要不就给蓝旺鸡做晚饭吧 想起来就开始干 为了制造惊喜 最后一节课也没上 和导师说了一声 收拾了一下 就提前跑回了魏家 人味道生鲜质 魏无羡还没进家门 就开始叫妈妈 我回来了 赶紧到厨房帮我 魏妈妈在客厅看电视 一看时间才三点多 这人怎么就回来了 逃课了 所以魏无羡一进门 就被魏妈妈赏了一个暴击 魏无羡 你是不是学坏了 嗯 好的不学 你学逃课 才几点你就回来了 啊 看我不打你 魏无羡一边跑一边躲 还一边叫爸 爸 你快来啊 你老婆打人了呀 你儿子要被你老婆打傻了 你别叫了 你爸回医院加班去了 救我在家 哎呦 妈 你不要打我了 我和我们导师请假了的 我回来这么早是有事的 我需要您帮忙了 别打了 好痛哦 说着 魏妈妈停了手 问人你回来能有什么事 又不用你做什么 回来这么早干什么 哎呦 妈 不是您说的吗 让我好好想 我想好了 我要追蓝湛 我要把他哄回来 所以第一件事 就是 我要给他做饭吃 那我又不敢去公寓做 只能回家让您教我啊 我怕在公寓到时候厨房炸了 还得叫120和110 那蓝湛不得担心我吗 嘿嘿 所以 妈妈 您教教我做饭呗 不用太复杂的菜式 简单的就好了 魏妈妈很满意自己儿子 初次的改变好 为了你老妈也是拼了 去厨房 魏无羡在冰箱面前选了很久 简单的 又要做出来好吃的 蓝旺鸡不能吃辣 最后决定 给蓝旺鸡做个清炒虾仁 白酌菜心 番茄炒鸡蛋 看似三个很简单的菜 魏无羡也学得磕磕绊绊 为妈妈直呼 下次再也不要浇了 切番茄变成了杀番茄 好好的虾仁 最后差点变成了只有尾巴 唯独好一点的 就是鸡蛋和菜心 这两个成功 没有被杀掉 等最后菜能入口的时候 魏无羡成功浪费了鸡蛋十个 番茄五个 菜心数不清 虾仁数不清 等魏无羡把饭菜装好的时候 天都已经黑了 提前已经了解到 今天蓝旺鸡加班 魏无羡这会儿送过去 还可以一起吃晚饭 拿着菜 开着魏妈妈的车 高高兴兴地出门了 魏无羡前脚出门 后脚魏妈妈表示无奈 这厨房啊 怕是不能要咯 儿子倒好 做了饭不说给老妈留一些 全都拿走也就算了 厨房的一片狼藉 还得自己收拾自己的儿子有什么办法 有了老公忘了妈 怎么办 自己生的 魏无羡到办公室的时候 蓝旺鸡还在加班开会 就在沙发上等着人回来 这等着 等着就等着都睡着了 蓝旺鸡开完会回来 就看到在沙发上缩成一团睡着的人 明明一米八几的大高个儿 这会儿看着小小的一团 蓝旺鸡放下文件 走过去蹲下看了一会儿 想想还是把人叫醒了 魏无羡迷迷糊糊的被人叫醒 刚睡醒 带着一丝丝慵懒 嗯 完战 你回来了 快点吃饭了 我给你带了饭菜 我们一起吃呀 我都饿了 蓝旺鸡看着面前的魏无羡 已经很久没有抱抱了 好想把人抱怀里蹂躏一番 这么想也这么做了 紧紧把人抱在怀里 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怀抱 不止蓝旺鸡想念 魏无羡又何尝不想 魏英 我很想你 就这一句话 似乎打开了魏无羡的泪线 然后魏无羡就控制不住了 呜呜呜 二哥哥 我们不闹了 不冷战了好不好 我都好久没和你一起吃饭了 你都好久没抱我了 你不在 我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我知道 我任性了 我恃宠而骄了 我仗着你爱我 宠我 我就胡作非为 不知天高地厚 我不应该只顾着自己性子乱来 我不应该不去照顾你的情绪 我不应该假装忘记你 以为我这样做了 你就不会再提 去看心理医生的事情了 二哥哥 我真的知道 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以后保证不会再这样 由着自己性子乱来了 我保证 如果我以后 还这样 你就不要理我 你骂我 你打我 我都可以接受的 蓝忘记把人搂在怀里 轻轻拍着人背 安慰到 阿英 明明是你欺负我 为什么现在 反倒是你委屈了呢 我早原谅你了 我让你想想 只是想让你弄清楚 你的做法是否正确 我从小就依着你的性子 让你自由自在 想要什么便给什么 才会让你这样 在我面前无所顾忌 但是 同时 我也是开心的 你知道 我会万事顾着你 你才会这么肆无忌惮 证明这才是真正的你 我爱的 无非就是这样的你 只是 阿英 以后不可以再这样任性 我可以容忍你所有小性子 但是 我接受不了你不记得我 你可以不去看心理医生 但是 我不能接受 从此你的世界里 没有我的痕迹 你可懂 魏无羡点头如捣蒜 抬起头 抹了一把脸 蓝战 我懂了 我都懂 所以 我说 我要重新追你 以前都是你追着我跑 现在我要追着你跑 也要让你感受一下 被宠着的感觉 好了 二哥哥 我饿了 吃饭吧 饭菜都冷了 魏无羡穿的长袖 办公室里温度上升 魏无羡便脱了外套 穿着衬衫 这一拿筷子手便露出来了 这会儿想收起来 已经来不及了 魏英 手怎么会是 为什么会有泡 什么时候受伤了 前些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蓝战 没事了 已经不痛了 今天出门急 倒水的时候不小心见到的 没关系 不痛了 快吃饭吧 我可是专程过来陪你吃饭的呢 魏无羡把菜衣衣拿出来 摆在茶几上 很简单的三个菜 卖相不好 魏无羡也不说话 默默地把筷子递到蓝望鸡手里 悄悄地看着蓝望鸡吃菜的反应 蓝望鸡吃饭 其实不挑食 只要不难吃就好 魏无羡做好的菜为妈妈是尝过的 觉得过关了魏无羡 才敢让蓝望鸡吃 魏无羡一边自己吃 一边注意蓝望鸡的表情 蓝望鸡被盯得有些不自在 放下筷子 问人阿英 怎么了 饭菜不好吃 魏无羡没回 反而问蓝望鸡 蓝湛 你觉得好吃吗 会不会很难吃啊 没有 挺好吃的 味道刚好 你快吃 不要看我了 吃好了 我们一起回家 两人吃好饭 收拾好茶几 蓝望鸡给人穿好外套 一起回家了 到家后 蓝望鸡把人拉去坐在沙发上 拿了一药箱 给人涂药 魏无羡心道 怕是要瞒不住了呀 魏无羡手上的 伤可不止手背上啊 手背上去小半的手臂 可都是烫伤呢 魏无羡为了给蓝望鸡做饭 从洗菜 切菜 再到炒菜 都是自己弄的 刚开始不是烫了这里就是那里 魏妈妈看了都心疼 偏偏魏无羡又说 自己第一次给蓝望鸡做饭 必须自己完成 这不就给油烫了 魏无羡默的把袖口又往下扯了扯 蓝望鸡看见了魏无羡的小动作 面目表情的掀开人袖子的时候 整个人呆住了 大概也猜到了 今晚饭菜的由来 怪不得吃饭时盯着自己看 怪不得问自己 饭菜好不好吃 原来都是自己的男朋友亲手做的 蓝望鸡要 也忘记给人涂了 只是把人搂怀里阿英 不用这样 你不要为了刻意讨好 我做这些 你只需要做好自己 就可以 你看看你的手 以后都不要做这些人 我会心疼的 魏无羡拍着人被拦战 真的不痛了 说好了我要追你的 说好了 要让你感受到被宠着的感觉 所以 我愿意为了你做这些啊 看你吃完 我很开心的 虽然第一次做的不好 以后多做几次就好了 蓝战 不难受了呀 乖了 我们二哥哥最好了 对不对啊 好了 蓝战 帮我涂药 这会儿可疼可疼了呢 蓝望鸡一边给人涂药 一边心疼的说 以后你不要做饭 这些我来做 如果你实在想和我分担 你可以洗碗 可以做别的 就是不要做饭 可好 魏英 你受伤 我会很心疼的 魏无羡亲了亲人脸 好 知道了 知道二哥哥心疼阿英 以后不做就是了 以后就是二哥哥做的 好不好呀 二哥哥 要问蓝望鸡缺什么 答案只能是不知道 如果非要一个答案 那就是缺一个魏无羡 小时候魏无羡出国身边没人 他缺魏无羡 魏无羡回来后 蓝望鸡上班 魏无羡不能陪着 他缺魏无羡 魏无羡上大学后 那会儿 蓝望鸡还在华城医院 根本就没时间去学校看他 他缺魏无羡 总之就是 只要人不在眼皮子底下 他就是缺魏无羡的 魏无羡想破了头 也不知道蓝望鸡缺什么 新年礼物送了自己画的画 魏无羡不想随便买个什么 就送给蓝望鸡 着实又想不出 那人缺什么 他回忆了一下 从小到大送给人的礼物 好像还送的挺多 路边随手摘的小野花 和边捡的新型石头 逛街时 看着小摊上的贴纸很好看 随手买了送给那人 那人也是很高兴的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 最后 魏无羡得出的结论就是 大敌只要是自己送的 哪怕只是一根草 估计那人都会芝儿种枝吧 蓝望鸡这些天 公司有个项目 已经忙了很久了 经常早出晚归 周末的时候 蓝望鸡起床 魏无羡强撑着 阔矣和人吃好早饭 又去睡回笼觉了 白天蓝望鸡在公司 不是处理文件 就是开会 忙得飞起 本想多花时间陪魏无羡的 又想着这个项目 本就是自己负责的 这会儿 如果丢给自家兄长 好像有些不人道 只能忙过这段时间 再好好陪魏无羡了 以前中午都是蓝望鸡 抽出时间陪魏无羡吃中饭 偶尔还给人制造一些小惊喜什么的 自从魏无羡决定追蓝望鸡以后 两人的角色反过来了 魏无羡会学校后 换着花样 给蓝望鸡送东西 唯一不会变的就是 不管送什么 每天都会有三只向日葵 出现在蓝望鸡的办公室 起初蓝望鸡觉得奇怪 自己没有表示过 喜欢向日葵 为什么魏无羡会送花泥 后来听下面员工八卦的时候 才知道向日葵的花语 蓝望鸡立马就爱上了 中午魏无羡会看好时间 给蓝望鸡订午饭 晚上两人会互道晚安 魏无羡还是会经常给蓝望鸡 制造一些小小的惊喜 自然 哪怕这些小惊喜 在外人看来可能微不足道 但是 在蓝望鸡心里是肉眼可见的开心 两人在一起最多的时间 还是周五的下午和周日的上午 在这段时间里 魏无羡偷偷地和魏妈妈学着做饭 锻炼着自己的厨艺 慢慢的厨艺也增长了 偶尔也能得到蓝望鸡的夸赞 当然 哪怕魏无羡做了一碗汤 什么都不放 蓝望鸡也是会喝光的 有时候其实是为妈妈做的 然后里面掺杂一两道 魏无羡做的 偏偏蓝望鸡一尝 就能猜到哪道菜 是自家男朋友做的 每每都会把那道菜吃光 有时候会有些闲 然后那天的员工 就会在茶水间 或者卫生间 经常看见他们蓝副总的身影 有时候呢又会很淡 就好似没放言 然后下面的员工得出一个结论 茶水间经常看见蓝副总 那肯定就是为小公子菜太咸 如果没看见 那就是今天菜合适 渐渐的 员工们倒也习惯了 知道他俩感情好 转眼魏无羡大二生活即将结束 刚大考完的魏无羡 想着给蓝望鸡的大惊喜 应该落实了 毕竟准备了大半个月了 现在大考结束了 时间也多了起来 拉着同寝室的室友 去准备晚上的惊喜去了 室友啊魏哥 你要制造惊喜 为什么拉上我呀 我不想吃狗粮啊 室友B对啊对啊 阿线 我们不想吃狗粮 每次你和蓝哥在一起 都自动形成一道结界 把我们隔开来 我不想每次还没吃饭 狗粮先吃饱了 我不去 魏无羡急地跳起来 走到两人中间 抓着两人肩膀黑 还是不是兄弟 说好的 为兄弟两肋插刀呢 说好的一辈子兄弟呢 说好的 有事有求必应呢 嗯 你俩忘记了 兄弟有事 你俩不帮忙 哼 室友好了 好了 魏哥 说笑说笑呢 不要当真吗 说 需要我俩做什么 肯定帮忙 魏无羡笑了笑对吗 这才是好兄弟 今晚这事要成了 赶明请你俩吃饭 地方随你们挑 往高档地挑 别说兄弟 我不带见你忙 几人先去城南拿了烟火 说到这个烟火 魏无羡费了许多心思 他想要不一样的烟火 不想像那些烟花一样 只是升上天空就绽放 本视频由边外书童制作 与你相伴同行 第27集 烟火的样式是魏无羡亲自设计的 有蓝旺鸡喜欢的白色和淡蓝色 也有自己喜欢的黑色和红色 但是 又考虑到烟花是在晚上绽放 黑色进入夜色就看不见了 就又加了红色 黑色的底 然后再以红色绽放开 魏无羡在烟火上面 费了不少心思 费禽忘食了一个多礼拜才设计好 图纸还不敢拿回家画 只能在学校抽时间完工 图纸设计好 又要趁着周末蓝忘机加班的时候 去找烟花厂做出来 找了不下十家烟花厂 老板都表示太过复杂做不出来 最后在城南找到一家 老板表示没有问题 就是时间上会比较久一些 魏无羡表示可以等 这一等就是大半个月 三人把烟花搬回来后就开始找地方 市中心肯定不行 有树的地方也不行 得找一个空旷的地方 万一到时候引起火灾就不好了 最后几人把地址定在了学校后面的山头 那里地方大 没什么树 完全没问题 晚上 魏无羡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 到蓝市街蓝忘机下班 蓝忘机难免有些着急起来 准备给魏无羡打电话 这时 有陌生电话打进来 蓝忘机声音带着陌生和冰冷 你好 我是蓝忘机 你哪位 电话那头的人似乎感受到了良意 打了个冷战 蓝哥 我是魏哥的室友 是这样的 魏哥在回家的时候扭到了脚 他又说不去医院 我们也不好强迫 就只好给你打电话了 麻烦你过来接他一下 好的 麻烦帮我看着他 谢谢说完挂了电话 地下室取了车 就往学校去 室友在学校门口等着蓝忘机 蓝忘机停好车 就急匆匆往学校里面走 一边走一边着急地问 魏英在哪里 伤得重吗 现在可还好 蓝哥 你别急 魏哥伤得不是很严重 这会儿在操场那儿等你 你先过去啊 我去小卖部借个冰袋什么的 蓝忘机独自往操场走 到了以后 没有见到日思夜响的人 有些着急 操场很黑 伸手不见五指 蓝忘机便更着急了 正准备打电话时 操场中间燃起了仙女棒 照亮了那人 那人站在中间 手机捧着向日葵 正一步步向自己走过来 蓝忘机盯着人的脚看 轻笑一声 想来 又是被骗了 没几步魏无限已经走到了蓝忘机面前 将向日葵送到蓝忘机怀里拦战 你知道向日葵的花语吗 如无他人 四下揭示你这个惊喜可喜欢呀 蓝忘机激动地把人搂进怀里喜欢 阿英 我很喜欢 谢谢你 魏无限笑笑二哥哥 别急啊 还没结束呢 只见魏无限从人怀里退出来 退后三步 看着蓝忘机 慢慢说到蓝战 我很感谢老天爷 让我从小就遇见你 也谢谢我妈从小里把我许给你 也谢谢蓝一不在乎我是男孩子 同意我和你在一起 谢谢你从小为我做的一切 我知道我之前任性 让我们差一点分开 当然 我们从未想过放弃彼此 感谢我妈和我的导师把我给骂醒了 才没有错过最好的你 也很感谢你没有就此放弃我 我说过 我要追你 那么这是我追你的第一步计划 后面可能或许还会有一些惊喜 所以 今天请你接受我的第一份惊喜吧 魏无限说完话 学校后山的烟花随之升空 让这寂静的黑夜又增添了一份色彩 烟花升空 四色交替 绽放出来的颜色搭配得刚刚好 蓝忘机 看着顺势微微睁大了眼 看着烟花绽放出来的字 蓝湛 蓝忘机 我喜欢你 你愿意做我男朋友吗 字很长 很多 但是 每个字都入了他的心 他的眼 内心早已激动万分 激动到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此刻心里满满的爱意 一贯以冷静自持的蓝忘机 此时也把蓝家的雅正 抛在九霄云外了 把魏无限抱在怀里 随之而来的亲吻 便落在了魏无限的嘴上 烟花放完亲吻结束 魏无限再一次开口 蓝湛 蓝忘机 蓝二公子 我 魏无限喜欢你 爱你 我从大二开学追你 追到学期结束 你考虑好了吗 愿意做我男朋友了吗 旁边观看的人开始起哄 一起说着答应魏无限 答应他 答应魏哥 蓝忘机还沉浸在惊喜中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魏无限着急了 以为蓝忘机不答应 小心地问着人蓝战 你是不愿意吗 魏无限愣愣地看着蓝忘机 等着人回答 魏英 我愿意的 我愿意 我喜欢你 爱你 心愿你 想一辈子都和你在一起 我没有放弃过你 你也不要放弃我 可好 魏无限捶了人一下 才不要丢下你 你这样好 这样爱我说着 举起蓝忘机的手 向大家宣布 我魏无限有男朋友了 明天请大家喝奶茶 在大二的最后一天 魏无限一跃成了 学校论坛里的风云人物 只是他们不知道 魏无限已经开始计划大学毕业典礼那天的超大惊喜了 那天只会没有轰动 只有更轰动 直接蹦上热搜榜 蓝忘机生病了 高烧 累到晕倒又发的感冒 这人趁着出差 想早些回家 便在外地加班加点的工作 费寝忘食 经常忙到深夜 又起得早 也不按时吃饭 然后 就把自己折腾得累倒了 魏无限接到电话 来电显示 一看是蓝忘机 高兴坏了 蓝湛 什么时候到家 我做了你爱吃的 这次我有好好的 没有烫伤 我厉不厉害 你快夸夸我 魏无限霹雳巴拉说了一堆 电话那头的人完全没有开口的机会 没办法 只能出声打断 说话的是蓝忘机的助理 姓魏 叫魏冉 是美国毕业的高材生 双学位 办事的能力快准狠 唯一的不好 过于漂亮 蓝忘机看人办事能力不错 便把人留在了身边 殊不知给自己埋了一个隐患 助理魏先生 我是蓝总助理 蓝总他发烧晕倒了 这会儿在市医院 住院部八楼二百零三病房 麻烦您过来一下 魏无限一听蓝忘机生病 饭也顾不上吃了 抓起衣服就往医院跑 出门的时候不觉得天气冷 等到了医院才发现 自己身上都冒了冷汗 手也在抖 到了病房 魏无限在门口看到一个女人 也就是蓝忘机的助理 正在给蓝忘机整理身前的被子 手还无意识地扫了一下蓝忘机的脸 尽管这个女人坐得很小心 但是 又都被魏无限看在眼里 魏冉其实看见了魏无限 所以这些动作 他都是故意做给魏无限看的 是的 魏冉喜欢蓝忘机 在做蓝忘机助理的第一天 他就喜欢蓝忘机 蓝忘机长得好看 学历又高 又是蓝氏的副总裁 又有钱 在他的虚荣心作祟下 他觉得蓝忘机配他刚好 但是 他也知道 蓝忘机有爱人 起初他也想过死心 后来得知是魏无限 而且还是的男人后 内心的火苗又燃了起来 自认为自己很漂亮 又有魅力的女人 他认为打败魏无限 把蓝忘机抢过来 特别容易 魏无限连冷 语气更冷你是谁 魏安转过身 用着职业的笑容 你好 魏先生是吧 我是蓝总的助理 既然您来了 那我就先走了 麻烦您照顾蓝总了 说完转身就要准备走 被魏无限教主 等一下 首先 我想问 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说 是麻烦我照顾蓝总 既然你是助理 想来刚刚的通电话 就是你打的了吧 既然身份只是助理 那么 你就请摆正你的位置 魏无限冷着脸 对着面前的女人顺道 魏连笑了笑 立刻又冷静下来 随即笑着说对不起 魏先生 是我说错话了 下次我注意 我先走了 再见 转身的一瞬间 脸上的笑立马收起来 心里想喝 不过是个男人而已 我有的是时间 哼 这个小插曲 在魏无限看到蓝忘机 一脸苍白地躺在床上的时候 心里的不高兴稍纵即逝 魏无限就这么看着蓝忘机 没一会儿蓝忘机悠悠转醒 便看到这么一个场景 魏无限撑着下班 眼睛大大的 眼里满是心疼和担忧地看着蓝忘机 开口叫了一声人 魏英也许是因为感冒 一开口声音沙哑 蓝湛 你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你别动啊 手上还打着点滴呢 我给你倒水 魏无限把水杯放在床头 轻轻把病床摇起来 把人扶起来 靠在枕头上蓝湛 水温刚好 喝杯水 会舒服些 蓝忘机喝完水 水杯递回给魏无限 一脸歉意地说魏英 对不起 又让你担心了 蓝湛啊 为什么又让自己病倒了 不是给你说了工作的同事也要顾好自己吗 你怎么又不照顾好自己呢 老是让我担心你 我们蓝副总 可一点都不乖啊 蓝忘机委屈巴巴的表情 立马就来了魏英 我错了 以后不会了 不生气 可好 我没事的 本来魏无限就是存得逗人的心思 线下蓝忘机这么一说 反而有些生气了 蓝湛 我们起什么关系 蓝忘机眼睛微微收缩了一下魏英 为何这么问 魏无限也不回答你就回答我 我们是什么关系 魏英是我这辈子 要共度余生的人 既然是这样 那为什么要在我面前故作坚强 蓝湛 你可知 你现在的脸色有多难看 你可知有多苍白 这一脸的病态 你告诉我没事 那怎么样才算有事 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算有事 睡不好 睡不好算有事 你真是 真是气死我了 我现在不理你三分钟 等会儿再和我说话 说完 魏无限出了病房 在门口冷静了三分钟后 又气鼓鼓地回了病床前看着那人 蓝忘机小心地看着人脸色 用眉打点滴的手拉了拉 魏无限 魏英 不要生气了 可好 我难受 果然魏无限一听人难受 立马着急起来 完战了 你可以护我 我也是可以护你的 我可以和你撒娇 那自然 你也是可以和我撒娇的 就像我生病一样 你也可以 向我提一些无理的要求 比如 你一定要吃有家电的饭菜 或者你可以撒娇找我要抱抱 还有好多 你都可以提出来 我都会无条件满足你 你的坚强是给外人看的 我不是外人 你可懂 蓝忘机听完后 嘴巴一变 可怜兮兮地看着魏无限阿英 我想吃糖 嘴巴里好苦哦 蓝忘机的样子 把魏无限看冷了 心想 这人转变这么快的吗 说撒娇就开始撒娇了 魏无限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一向性子轻冷 不苟言笑的人 这会儿居然在和他撒娇 说话都结巴了蓝 蓝 蓝湛 你刚刚是在和我撒娇吗 好可爱呀 能不能再来一次 乖啊 嘿嘿 蓝忘机不说话了 耳尖红红的 手无意识地搓着背脚 就在魏无限以为 这人不会再说第二次的时候 蓝忘机清冷 又带着雌性的声音 在魏无限耳朵边响起胃音 我想吃糖 我难受 这下魏无限着实愣住了 望着蓝忘机好一会儿反应不过来 最后以逃跑的姿势 跑出了病房 去楼下给人买糖 到了楼下 魏无限呼呼喘着气 拍着胸口妈呀 蓝湛真是要了命了 这仨起交来 虽说确实有点那什么 本来就清冷的脸 这一撒娇太要命了 幸好跑得快 再不跑我就把持不住 要把蓝湛直接扑倒了 魏无限使劲拍了拍自己红透的脸 去给他的蓝二哥哥买糖去了 蓝忘机在医院 住了三四天后出院了 这期间 魏无限每天都会回魏家 蓝忘机住院 就没人给魏无限做饭了 没办法 魏无限只能每天往魏家跑 向来照顾蓝忘机 魏无限都只愿意自己亲力亲为 早中晚都麻烦自己家老妈做好 然后回去拿 再送去给蓝忘机 路上还不忘记给蓝忘机买糖 这天周末 蓝忘机难得下班早了些 回家路上转到去了趟超市 买了家里人爱吃的菜 和一些小银食后 开着车就回家了 到家做好饭 没一会儿魏无限就到家了 进门闻到饭箱 魏无限放下包换了鞋 就往厨房跑 蓝忘机放下手里的锅铲 先给人了人一个拥抱 和一个甜甜的吻 哎呀 好贤惠的二哥哥呀 蓝忘机把人放开 魏英 别闹 洗手吃饭 魏无限在蓝忘机脸上巴唧了一口 笑着跑开 一边走孩一边说好搭 二哥哥 等我呀 两人吃好饭 蓝忘机洗碗 魏无限窝在沙发里看电视 没一会儿又觉得无聊 背靠着厨房的门框 就看着蓝忘机在水池边忙忙碌碌 心软得一塌糊涂 等蓝忘机收拾好厨房 又拉着人在沙发上一起坐着看电影 蓝湛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一直忘记问你了 蓝忘机带着疑问看向魏无限 你是不是换助理了 我怎么不知道 你生病晕倒的时候 是他用你手机联系的我 然后那天我还在医院看见了 蓝忘机脑子里回忆了一下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你是说胃染吗 本来是给兄长招的助理 后来因为我这边的助理家里有事辞职了 兄长就把这个助理放我这儿了 魏英 是有什么问题吗 魏无限没把那天的事情告诉蓝忘机 想着只是一个助理而已 太计较的话 反而显得自己小气 想来也没什么问题 没事 我就问问 蓝湛 你今天还给我买零食了吗 正好家里零食也吃完了 蓝忘机摸了一下旁边这人的头 笑了笑说 给你买了一些 想着你周末回来 肯定是要吃的 很晚了 少吃些 蓝湿早些年就交到了蓝锡城手上 蓝锡城和蓝忘机两人 从小就聪明 蓝湿大全早些年交给蓝锡城以后 蓝起人就退居了幕后 有重大决策的时候才会出现 本视频由边外书童制作 与你相伴同行 第28集 蓝锡城这两年 把蓝市的业务有意向国外发展 有时候去国外拓展市场 一待就是一两个月 国内的业务大多就靠着蓝忘机了 以前蓝锡城在的时候 出去洽谈业务 或者有应酬 大多都是蓝锡城出去 线下蓝锡城去了国外 这个任务就只能靠蓝忘机了 这天蓝忘机接到助理的汇报 有一个应酬要去 蓝忘机本不想去 但是 又想着不去似乎不太好 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计划好应酬结束的时间 蓝忘机给魏无羡发了信息 便随着助理一起去了今晚的饭局 然而 这边收到蓝忘机的信息 是就觉着危险之一个劲的上升 又是和助理 魏无羡一想到上次医院的事情 你就不高兴 但是 奈何人家又没错也不好 莫名其妙就叫蓝忘机开除人家 魏无羡连家门都没进 就转到去了魏家 在魏家饭桌上吃饭的时候 也心不在焉 魏妈妈叫了好几声儿 魏无羡才反应过来 吃好饭 魏妈妈拉着人坐在客厅沙发上阿英 你和忘机吵架了 魏无羡一脸猛猛地看着自己老妈 妈 为什么这么问 我和蓝战好着呢 那你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是做什么 有心事可以给妈妈说 不要憋着 魏无羡想了想 妈 你说 才刚开口 魏无羡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看着时间 蓝忘机差不多应酬结束了 就起身 准备去接蓝忘机 算了 妈妈 改天再和你说 蓝战之前给我发了信息 让我去接他 我先走了 饭局上蓝忘机跟人把合同的后续敲定准备走 又被合作方拉着走不了 最后还把自己给整罪了 魏无羡到包厢门口的时候 听到里面的话差点没控制住自己打人的欲望 里面的人在说什么两人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以后如果有好消息 记得通知他们 魏染不但没否认 反而还说到时候一定通知 魏无羡气的呼吸都急促了 大口大口地做了几个深呼吸以后 打开了包厢门 门一下子打开 里面的人笑容僵在了脸上 然后魏无羡就看到了更让人生气的一幕 蓝忘机头靠在女人肩头 女人微微虚伏着蓝忘机的腰 望着他笑盈盈 魏无羡冷着脸往蓝忘机身边走过去 语气冰冷 看着魏染把你的爪子从他的腰上给我放开 魏染立马装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 把人交给魏无羡 魏先生 抱歉 麻烦您照顾我们蓝总 毕竟是女人 还是这么善良又学士高的女人 哪个男人会不爱呢 在场的开始给魏染说话 你谁啊 闯进我们包厢 不觉得抱歉也就算了 还对魏小姐态度这么差 蓝忘机对魏无羡一向都是偏心的 一听到有人说魏无羡 人立马站直了你们不许欺负魏英 他是我的人 然后笑嘻嘻地转头 看着魏无羡阿英 是来接我了吗 这里不好 我想回家 带我回家 魏无羡拍了拍人 蓝忘机喝醉了 脸红扑扑的 耳朵也红红的 比平时清冷又严肃的脸 多舔了一分可爱和俏皮 萌萌的 让人看了就想捏两下 魏无羡这么想着 也就这么做了 被捏了脸的人不开心了阿英 不可以捏脸 会痛 好好好 二哥哥你喝醉了 我们回家吧 本来还在一脸柔和望着蓝忘机的人 出了包厢的门脸立马冷了下来 冷冷地看着面前的女人 纵使魏染看惯了蓝忘机清冷 巨人鱼千里之外的脸 线下看着魏无羡的脸 也吓得退了一步 过了一会儿 魏无羡悠悠开口魏小姐 你我同性 所以我们第一次见面时 对你的态度 我还深感抱歉 但是 今天 我觉得 你作为助理 是不是做得有些不妥 魏染深知面前的男人知道了他的心思 虽然知道蓝忘机有喜欢的人 但是 在他内心始终觉得 他能给的东西魏无羡给不了 所以 自己也就不打算再藏着了 对 我是喜欢蓝副总总 我也知道他有喜欢的人 只是那又怎样 我能给的 你能给吗 我可以让他有孩子 你能有吗 他的智商很高 我也不差 想来以后的孩子会很聪明 难道 魏先生就不想蓝副总以后孤独 后继无人吗 就算蓝副总同意 想来蓝家也不会同意吧 魏无羡真是气笑了 笑了笑对人说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上一个喜欢蓝战的人这么说 现在你也这么说 怎么 继承人很重要 先不说其他 就算蓝氏需要继承人 也不全看他蓝忘机吧 他还有大哥 真要继承人 难道西城哥不行 我看你人漂亮 脑子不行啊 想来你不知道吧 我和蓝战青梅竹马 我从出生起 就是他在我身边 我们俩的事 可是蓝氏上下都同意的 还孩子呢 真的是可笑 蓝忘基本安安静静地 趴在魏无羡肩上 这会儿一听魏无羡夸别人漂亮 立马就不干了 挡在魏无羡面前 阿英 不许看别人 不许夸别人漂亮 你只能看我 只能夸我 好了好了 二哥哥乖乖站好 我处理好事情 我们就回家 蓝忘机站稳后 魏无羡继续对面前的女人说 魏小姐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她是我的人 我记得上一次我就有说过 让你摆正自己的位置 还有 今天正式通知你 你被解雇了 不用提前一个月 你明天就可以不用来了 魏染一听 自己被解雇了 有些慌 留在蓝室以后或许还有机会 但是 如果离开了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你有什么资格开除我 我是蓝总招的人 你凭什么 哈哈哈哈 我凭什么 就凭我魏无羡 可是蓝忘机爸妈 甚至叔父和西晨哥都宠在心里的人 就凭我是蓝家的人 我就有权利直接开除你 你应该能想到 感激于我魏无羡的人 况且你还想破坏我和蓝战 就会有今天的下场 随后 魏无羡直接打电话到了人室 路上 蓝忘机安静地坐在副驾驶 盯着魏无羡看 魏无羡被人看得脸红心跳 蓝二公子 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我脸上有花 魏英好看 你坐好 一会就到家了 趁我不在身边 你又给我乱招桃花 看我明天不收拾你 到家的时候 蓝忘机开启了撒娇模式魏英 我喝醉了 走不动 阿英扶着我 好好好 扶着你 走吧 进去了 给你煮了醒酒汤 然后好好睡觉 好不好呀 嗯 就知道魏英最好了 最爱魏英了蓝忘机喝醉了 这次莫名有些闹腾 一会儿要魏无羡抱 一会儿又要清 一会儿要洗澡 一会儿又要喝水 魏无羡也头疼 平时喝醉了就睡的人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闹到后半夜 蓝忘机才彻底睡下去 魏无羡还生着气 奈何这人睡着了又不能计较 只能等第二天再说 魏无羡一生气 转身去了客房睡 不想理床上了人了 蓝忘机的生物中一项规律 七点一到就醒了 因为前一天喝了酒 这会儿头有些隐隐作痛 扫了一下四周 没见到魏无羡 这又是在魏无羡的房间 那人去哪里了 蓝忘机洗漱好 便出门找人去了 刚到客厅 为妈妈断了早饭出来 看见蓝忘机正好下楼忘机 你醒了 你先吃 我去叫阿英起床 昨晚睡得迟 这会儿肯定还没醒 蓝忘机一脸问号地 看着魏妈妈说魏姨 可是 魏英不在房间 魏妈妈不打反问哦 魏英睡在客房了 昨晚的事 你忘记了 蓝忘机最后的记忆 只停留在饭店 只记得魏无羡好像和谁吵架了 在后面就没了记忆 蓝忘机想了想 老是回答不记得 只记得魏英最后带我走了 好像还和人吵架了 魏妈妈摇了摇头 那等下你自己问阿英吧 昨晚你喝醉了 有些闹疼 闹到后半夜 阿英快天亮了才睡 蓝忘机有些烦躁 昨晚后来发生的事 自己一点记忆都没有 听魏妈妈的意思 昨晚可能有些闹魏英 然后为了照顾自己 还一夜没睡 只是为什么最后要去睡客房呢 蓝忘机打算等人睡醒 再好好问问 魏姨 那别叫魏英起了 我把早饭端上去 让她吃一点 再继续睡 说完 蓝忘机端着粥和一点小菜 去了客房找人 蓝忘机终于在客房的床上 看见了人 露出小脑袋 脸蒙进被子里 也不怕蒙坏了去 蓝忘机轻轻地掀开一点点 就看见一脸睡得 红扑扑的魏无羡 蓝忘机拍了拍人 魏无羡咕弄了一下 转个身又往被窝里缩了缩 蓝忘机也不愿把人叫醒 奈何又怕人饿着肚子 只能硬着头皮 把人叫起来吃饭 魏无羡被弄醒 有些许烦躁 睁眼看到是蓝忘机 就更生气了 赏了人一个白眼 转头不理人 蓝忘机一脸猛 平时也不这样啊 今天怎么回事 魏英 不要生气 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吃了早饭再睡 可好 魏无羡也确实饿了 线下也懒得和蓝忘机掰扯 拿着碗开始吃 没一会儿一碗稀饭进了肚 见人吃完 蓝忘机摸了摸人头 打算让人继续睡 魏无羡开了口 把你的小秘书给我解决了 要不然这辈子都别想我理你 哼 蓝忘机这下更猛了 秘书 秘书怎么了 阿英 秘书怎么了 魏无羡生气地扯了被子 哼 秘书怎么了 你留一朵桃花在你旁边 这朵桃花都到我面前宣战了 还怎么了 我现在要睡觉 你出去 哼 蓝忘机走出去后 魏无羡掀开被子 望着天花板发呆 他也知道 不应该和蓝忘机生气 蓝忘机喝醉了 有些行为 他自己也控制不了 也都不是出自本心 就还是会生气 这人这样优秀又好看 赶走了一个医生 这会儿又来个助理 虽然两家人也确实说过 不在乎小孩子 只是 蓝家尚且还有蓝西辰在 自己家呢 就我一个独生子 爸妈真的不会介意吗 魏家以后后继无人 爸妈真的不会介意吗 魏无羡越想脑子里越烦 抓了两把头发 不想了 继续睡 这一睡 就睡到下午才起 这边蓝忘机 本想打电话 问问魏染昨天发生了什么 没想到先接到了 蓝西辰的电话忘机 到公司了吗 蓝忘机 兄长 我现在出发 有点事情耽误了 蓝西辰 好 那等你到了公司再说 路上小心些 蓝忘机到了公司 直接去找了蓝西辰 蓝西辰正在头疼蓝忘机的助理 要去哪里找兄长 何事 忘机 你可知你的助理被阿线辞退了 就在昨天晚上 兄长 我不知道 今早因为这是魏英和我差点吵起来 魏英生气了痘 蓝忘机话语中 透露出一丝丝委屈和撒娇的味道来 蓝西辰听得一阵好笑 原来自家弟弟也是会撒娇的吗 蓝西辰把早上大致了解的情况 和蓝忘机说了一下 然后准备好好的和蓝忘机谈一谈 忘机 你可有想过这样的事情 如果再发生几次 阿线会不会委屈 你可还记得第一次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甚至还受了伤当时阿线的心情 阿线因为你受伤 心里留了阴影 现在是不是真的走出来了 你又知不知道呢 阿线虽然嘴上似乎从来不会抱怨 但是 你又怎知他心里不会难受 阿线也知道你爱他 你洁身自好 但是 你这样优秀 喜欢你的人肯定很多 阿线难免也会有担心的时候 对吗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们彼此的心意大家都知道 阿线还未出生 未移就把自家儿子许给你了 你们的感情深到什么程度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但是 光我们知道有什么用呢 所以 旺姬 接下来怎么做 我想不用兄长您说 对吧 蓝旺姬兄长 旺姬明白了 后续的话 还请兄长配合一下 多谢兄长 蓝西辰这都是小事 旺姬 限下你助理职位空缺 这 兄长安排吧 只是 请兄长不要给我招女助理就好了 以前我想着我和卫英感情好 想来是卫英不会介意的 经过这件事 我想 我是要给卫英足够的安全感的 就劳烦兄长多费心了 蓝旺姬回了办公室 联系了宣发处 让宣发部门盯着热搜 如果有不好的截屏 联系律师部 随后官宣了一条人生中的第一条微博 大家好 这是我共度一生的人 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卫无羡 卫无羡还在睡梦中 殊不知自己已经被推上了热搜 微博炸了 很多人去了解了一下两人 卫无羡偶尔也会在微博上分享一些和蓝旺姬的小事情 大家也就知道了两人的感情史 大多也都会选择祝福两人 当然 有赞同的声音 就会有反对的声音 有骂卫无羡的 也有骂蓝旺姬的 随后蓝旺姬再度发声 大家好 我还是蓝旺姬 在此只是想声明一下 我和卫无羡感情从小就被两家人支持 我们的感情别人不懂 我们也并未犯法 我们也不是同性恋 我们只是刚好爱上了对方而已 支持和反对的声音 我都会接受 但是 请大家不要造谣 如果再有造谣者 我私会直接下发律师函 另外 我们的婚事正在筹备中 谢谢大家 蓝旺姬发出去以后 直接卸载了微博 他还要回家和他的卫英 解释昨晚的事情呢 蓝旺姬到家的时候 魏无羡在客厅看电视 手里拿着薯片 吃得咔咔响 蓝旺姬走过去 把手里的袋子 递给沙发上的人 卫英 我给你买了好吃的 可要吃 都是你爱吃的 魏无羡不接也不理人 就盯着电视看 蓝旺姬没办法 把袋子放在旁边 电视机里的动画片暂停 蹲在魏无羡面前 卫英 你理我一下 我可以解释的 可好 这时 魏妈妈从楼上下来 看两人之间气氛不对 便打算调和一下 阿英 好了 有什么气 一个晚上了 还不能消啊 不要为难忘记了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与你相伴同行 第29集 魏无羡本想说什么 蓝旺姬先开口了魏英 这次的确是我错了 您别劝 转头又看着魏无羡魏英 昨晚的事情 的确是我的错 我喝醉了 没有意识 我以为是你 所以没有反驳 你的做法很好 就算你不这么做 我今天也是会这么 处理的 魏英 我知道 我可能会让你没安全感 我身边总是有这样的人 时间长了你 肯定也是会委屈的 魏英 我们的关系 从来就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所以才会有这些事情出来 魏英 我跟你保证 从今往后 只要你不在 我不会再喝酒 一口都不喝 我也已经对外宣布 我们的关系 我也让兄长把我的助理 换成了男助理 魏英 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魏无羡没有回答蓝忘机 反而是看着魏妈妈妈妈 我想问问您 我没有自己的孩子 您和爸爸真的不会介意吗 以后我们老了 如果蓝战以后先走一步 我就会孤独终老 您和爸爸真的不会担心吗 魏妈妈把蓝忘机拉起来 自己坐到魏无羡旁边 阿英 都多大了 还这么说 你和忘机在一起这么久了 怎么还会有这种想法 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妈妈 我没有乱想 我只是 还没有乱想 你听听你说了些什么 你这么说 可有想过忘机也是会内疚的 从我把你许给忘机 同意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事情 我和你爸就没想过 我只想对你们开心就好 没有孩子没关系 可以领养 如果你们不愿意领养 也没有关系 我相信忘机会对你很好 而且 忘机也一直做得很好 很孝顺我和你爸 阿英 以后不能有这样的想法了 知道吗 魏无羡抱着魏妈妈 妈 谢谢您 谢谢您从小就把我丢给蓝战 让我提早遇见她 蓝战对我很好 从不让我受委屈 唯一的不好 就是桃花太多 哼 魏妈妈摸着魏无羡的头好了 和忘机好好的 你看看 忘机从进门到现在都不敢坐着 水都没喝一口 你不心疼啊 哼 才不心疼她呢 竟给我惹桃花 魏无羡话虽这么说 还是把茶几上的水递给了蓝忘机 等人水喝下 让人坐在沙发上 才说话 蓝战 你知道你助理昨晚做了什么吗 我进包厢时 你靠在她肩上 她搂着你腰 她还给我说 你要的她能给 我不能给 比如孩子 我知道你不在意这些 可是 我听得多了 我会在意 我可以不顾别人对我的看法或者想法 但是 我不能不顾我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才会想这么多 蓝忘机把魏无羡抱在怀里 魏英 对不起 我昨天真的一点意识都没有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碰酒了 孩子的事我不介意的 如果你想领养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魏英 只要你不离开我 我什么都可以接受的 魏无羡哭了 在蓝忘机怀里 问声问气 我哪有要离开你 才不要给别的女人提供机会 我的二哥哥对我这样好 我才不要离开 魏无羡的要求不高 蓝忘机爱她 对她好就好 而且 在这方面 蓝忘机做的 一直是挑不出毛病的 蓝忘机也向来 是把爱魏无羡放在心里的第一位的 蓝忘机对魏无羡的爱 魏无羡都懂 也看在心里 或许蓝忘机就是因为 太爱魏无羡 所以会忽虐一些小细节 从前蓝忘机总认为 别人喜欢她是别人的事情 只要自己不予回应就好 殊不知 她不予回应 有时候是在给别人机会 所以后面才会发生那些 向魏无羡宣战的事情 自从上次蓝忘机 在微博官宣她俩的恋情后 魏无羡高兴了好一阵 天天请寝室的室友吃大餐 魏无羡再有半个月 就要大学毕业了 最近魏无羡准备干一件大事 魏无羡想着蓝忘机都宣示了主权 那么自己也不能落后 魏无羡在这段时间里 一边忙着自己的毕业论文 一边想着应该给蓝忘机怎样的惊喜 这个惊喜不能太敷衍 又不能很夸张 魏无羡想的脑细胞都杀死了不少 最后选择去了广播室 那个只要一打开扩音 就能让全校的人 包括蓝忘机 都能第一时间听到她说话的广播室 各位学弟学妹们好 我是即将毕业的魏无羡 此刻我在学校的广播室 今天我要在这里 向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人求婚 请老师先原谅我这个大胆的做法 蓝忘机刚走到魏无羡所在的教学楼楼下 就听到了魏无羡的声音 停下了脚步 静静地听着魏无羡接下来的话 蓝湛 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学校的什么地方 也许刚进校门 也许在我的教室门口 也许在操场等着我 但是 不管你在哪里 请在原地等我 听我把这些话说完 我们从小就认识 认识二十多年了 或许前世我就喜欢你吧 所以这辈子我们关系还是很好 从小我身体不好 你便为了我学医 从我懂事起 我老觉得我的爱没有你多 因为你付出的比我多太多太多了 如果有人问我你到底好在哪里 我觉得给我三天三夜 我都说不完吧 我出国两年 你便等了我两年 在医院的那段时间 你更是不眠不休地照顾我 后来你又替我挡刀 受了伤 让我觉得这辈子 我欠你的 怕是还也还不清了吧 从我出生开始算 我们认识二十多年 在一起也二十多年 这中间我们会像其他情侣一样发生争吵 也会冷战 哪怕每一次的争吵 没有让我们距离越远 反而觉得更不能没有对方 我的脾气不好 老是和你闹小脾气 你也总是一贯地让着我 任我闹 我要什么便给什么 有时候连我妈都说 总有一天会把你给做走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 你不会 你从小便宠着我 宠了二十多年 怎么会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蓝战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在学校某个地方等着我 认识你的人 肯定会在经过你旁边时说着什么吧 我想 你肯定会害羞 肯定会拽紧自己的手 然后插在西裤的口袋里 蓝忘机了然 看了看自己的裤子 因为此刻他确实是这样的动作 现在学校显眼的地方 迎着阳光 好似从天而降的人 此刻正在沐浴阳光 脑子里正在响着 魏无羡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 蓝战 我想说的太多太多 你对我太好太好 如若要让我说完 怕是三天三夜都不够了 我只想问你一句 蓝战 我毕业了 我们结婚吧 你嫁给我 可好呀 或者 我嫁你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同意了 我在广播室楼下 等你来接我回家 蓝忘机正打算去广播室 电话急促地响了 是蓝西城忘机 你快带阿线回来 来医院 蓝西城后面还说了什么 蓝忘机已经记不大清楚了 他只知道此刻 应该让魏无羡赶紧到医院 蓝忘机已经顾不上什么 在外面不可以跑 不可以急速行走 他只知道 现在他必须接魏无羡回家 要不然可能就会错过 会留下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蓝忘机到的时候 魏无羡已经在楼下等了 看见那人脸上的笑容 蓝忘机想 是不是可以不说 转念一想 但是 魏无羡不可能永远不回家 不可能永远不打电话 在某一天 总会知道真相 瞒不住的 魏无羡见到蓝忘机 很急的样子 一边给人擦汗 一边说着人蓝湛 你急什么 我知道你会来接我 我也不会跑 你跑那么急做什么 蓝湛 走啊 我们回家呀 和爸妈商量一下 我们后面的打算 说着拉着人便要走 蓝忘机却站着不动了 魏无羡回头 疑惑地看着人蓝湛 怎么不走 是不愿意吗 还是觉得太仓促 没关系 我们可以再等等的 蓝忘机转身把人家拉进怀里 紧紧地抱着 已然带着哭腔 魏英 以后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会带你比现在更好 魏无羡意识到事情发展有些不对 推了推人蓝湛 到底怎么了 你快说 急死我了 魏英 魏叔和魏姨 还有我爸妈 他们出事了 现在在医院抢救 魏无羡听完 整个人就愣住了 在开口时 声音发颤蓝湛 出事是什么意思 抢救又是什么意思 你说的是我爸妈吗 不对啊 早上他们还说 要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呢 怎么可能会再抢救呢 蓝湛 我们去礼堂 这会儿他们肯定在那等我 等着看我发表毕业感言呢 蓝湛 我们快去 他们肯定等着急了 蓝旺基再一次把人抱在怀里 魏英 乖 我们先去医院好不好 兄长已经在医院了 车子就在门口 我们先过去 好不好 毕业典礼的前一天 魏家和蓝家这边便早已约好 魏无羡的毕业典礼 两家父母一定都要去 没空都要请假去 早上 魏妈妈早早地收拾好 就去了隔壁家 没想到蓝妈妈也早早地收拾好了 看着魏妈妈进来亲切地拉着人进屋阿福 这么早 魏妈妈没回答 称怪地说了一句还说我 阿晴 你不是也这么早吗 两人笑着进了屋挨压 我不是想着阿线今天毕业吗 我肯定要好好收拾一下呀 虽说不是我亲儿子 也剩是亲儿子嘛 总归是要进我们蓝家的嘛 当然要早些啊 魏妈妈一听 难得的想打去一下眼前的闺蜜 这我可不爱听了 怎么就是阿英进蓝家 就不能是阿湛进魏家 蓝妈妈知道这人的性子 也不争辩随你 进魏家也好 进蓝家也罢 总归是阿湛和阿线的事情 反正我不插手 让他俩自己决定 再说我们又是邻居 进魏家进蓝家又有什么关系 魏妈妈扑吱笑出声 哈哈哈哈 知道你一向不计较这些 我也就说说 哪里会真的计较这些 我只是很高兴 你们很喜欢阿英 这孩子性子一向不是很好 以前生病 你们有什么事情都迁就他 现在病好了 你们还是对阿英好 阿晴 我是真的高兴 阿英能遇见这样好的阿湛 定时上辈子做了不少好事 蓝妈妈白了一眼 为妈妈阿福说的又是哪里话 阿英性子哪里不好了 一向都是最乖巧的 说话也好听 不像我那俩儿子 都不和我聊天 看看阿英多好 每次回来都和我说很多趣事呢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 除了你们 我当然要对他好啊 以后可不许这么见外了 这时 蓝西辰从门外进来笑着说 好了 两位美丽的妈妈 如果再不出门 就赶不上阿县的毕业典礼了 本来为爸爸想开车来着 蓝西辰说 今天他当司机 反正车子也大 两家人完全没问题 也就一起上车出门了 车上蓝妈妈和为妈妈聊着天 想毕业后给两个孩子 先办个订婚仪式 想着两人从小到大就在一起 这都二十多年了 也该订下来了 如果先不结婚 先订婚也是可以的 就等着魏无羡一毕业 商量商量就订下来了 只是 没想到 两家人达成了一致 天天天不遂人愿 硬生生错过了魏无羡的毕业典礼 两人赶到医院时 两家父母都还在抢救室 蓝西尘因着有安全气囊的原因 没怎么受伤 有些脑震荡 顾不上休息 缓过来一些后 就立马联系了蓝忘机 让人把魏无羡带到医院 自己在急救室门口等着 脸色也极其不好 整个人很是颓废 蓝忘机到了没多久 蓝爸爸和蓝妈妈被推出了手术室 三人一起过去 看着父母一脸的苍白 急忙询问医生情况 医生告知他们只是擦伤 有些轻微脑震荡 休息几天也就没事了 过一会儿就会醒 只是还在里面抢救的两个人 情况很不乐观 因为肇事车辆当时车速有一些快 在发生事故的一瞬间 为妈妈把蓝妈妈扑倒 自己压在蓝妈妈身上 才会导致卫妈妈更严重些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抢救 医生们纵然不愿意放弃每一条生命 也只能宣布手术失败 卫妈妈伤及最重要的肺腑 大量内出血 已然是抢救不回来了 只能让家属进去 看他们最后一眼 卫爸爸情况也不容乐观 还在另一边抢救 卫无限听到消息差点没站稳 蓝忘机扶着人 一起站在卫妈妈旁边 手术室里机器的声音滴滴答答 就好像在宣告时间再一步步流逝 需要珍惜当下 卫无限的眼泪就早已经控制不住 他走过去 握住母亲的手 妈妈 你会好起来的 对不对 我今天和蓝湛求婚了 蓝湛同意了 你和爸爸会好起来 参加我们的婚礼的 对不对 妈妈 卫妈妈一连的咳嗽 有些踹不过气 只觉得呼吸都有些困难 示意让卫无限取下呼吸机 阿英 不要哭 妈妈大概不能陪着你了 可是 你也要好好的 你还有旺鸡 我一直都相信 旺鸡会很好地照顾你 保护你 爱护你 阿英 以后的路你要好好地走了 然后又看了眼蓝旺鸡 蓝旺鸡走过去 把卫无限揽在怀里 让卫无限有个支撑 不至于下一秒就跌坐在地上 旺鸡 你会很好地照顾阿英 对吗 卫鸡 我会 我会好好照顾卫英 我会爱她 宠她 保护她一辈子 卫鸡 不会有事的 我已经让叔父联系了国外最顶尖的医生 正在路上了 您坚持住 卫英不能没有您和叔叔的 话说的有些多 卫妈妈又开始咳嗽 卫无限想给卫妈妈带上呼吸机 卫妈妈拒绝阿英 不用了 我还有好些话要说 我不说怕没有机会了 旺鸡 我相信你定会好好保护阿英 我一直都信你 旺鸡 以后我的阿英就托付给你了 还有 告诉阿晴 不要自责 说完 卫妈妈的手无力垂下 就在这时 旁边的卫爸爸好似感应到了什么 本来一切正常的手术 突然心欲骤然下降 手术室的医生们把蓝忘机 他们请出去 随后继续投入这场与死神的强人大战中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与你相伴同行 第三十集 魏无限哭着跑过去 抓着魏爸爸的手 爸爸 你醒过来好不好 阿英没有妈妈了 你也要丢下阿英吗 爸爸 你醒过来呀 我还要你们参加我和蓝战的婚礼呢 爸爸 你醒过来呀 爸爸 你不可以丢下阿英的 你和妈妈都走了 阿英怎么办 魏无限转身抓着蓝忘机的手 蓝战 你让他们不要放弃爸妈好不好 让他们再继续抢救好不好 蓝战 我不可以没有爸爸妈妈的 不可以的 魏无限拖了力 整个人直接倒在蓝忘机的怀里 就这么昏了过去 蓝忘机把魏无限抱出手术室的同时 蓝家请的医生 已经到了手术室门口 只是打了一声招呼 便和抢救时的医生一起加入了战斗 蓝忘机回头看了看手术室再一次亮起的灯 心想 大家一定会没事 都会活得好好的 都会好好的 蓝忘机把人带去病房休息 这一睡魏无限睡了好久 直到手术结束 魏无限睡着了也不好受 并没有因为睡着了 就不用面对已经发生的事 做着无尽的梦 梦里有小时候刚出生时的样子 有在国外魏爸和魏妈陪着他做手术的样子 所有的梦纠缠在一起 让他睡也睡不好 最后 醒来的时候 已然是一头的冷汗 蓝忘机看着魏无限的样子 自己也不好受 魏爸和魏妈还没有醒 自家爸妈虽然醒了 却也还在自责 如果不是因为最后关头魏姨和魏叔 此时躺在手术室的 就是他的爸妈了 如果魏姨和魏叔出事 他们一家人应该如何自处 他又应该怎么去面对魏无限 蓝忘机握着魏无限的手 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 没一会儿魏无限就醒了 一醒过来 就正正的看着头顶的灯 也不说话 不哭也不闹 也不问自己爸妈的情况 就这么看着灯发呆 许是睡得久了些 身子有些僵硬 魏无限想动一动 才发现手被人握着 转头一看 是蓝忘机睡着了 哪怕是睡着了 也抵挡不住眼底的乌青 直到现在魏无限才想起来 蓝忘机的父母 也是出了事的 但是 这人却在安慰自己 想到这个魏无限更难受 抵挡不住内心的难受 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没入发丝中 蓝忘机听到 好似有人在哭 从睡梦从醒过来 流量看见 哭得控制不住的魏无限 魏英 怎么了 是哪里难受吗 告诉我 好不好 不哭了好不好 魏无限一听 蓝忘机安慰自己 哭得更难受了 蓝湛 你为什么还要安慰我 蓝姨和蓝叔他们也出事了 为什么还要顾着我的感受呢 二哥哥 我没有爸爸妈妈了 以后我怎么办 就我一个人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蓝忘机把人拥在怀里 轻轻地拍着背魏英 不要担心 魏叔和魏姨没事 已经抢救回来了 几个小时前 叔父联系的国外顶级医疗团队 已经到了 最后关头 抢救回来了 他们没事 只是伤得太严重 刚做完手术 需要休息 可能需要昏睡几天才会醒过来 我的魏英 以后不是一个人 有自己的爸爸妈妈 还有我在 我们都在 魏英永远不会一个人 魏英 别哭了 好不好 你难受 我也会难受的 魏无限一听止住了哭 抬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蓝忘机 激动地问人蓝湛 你说的是真的 不是只是在安慰我 不是在骗我吗 我爸妈真的没事了吗 他们没死 对不对 阿英 真的真的 我没有骗你 叔叔阿姨都好好的 只是因为伤太重还昏睡着 你吃点东西 我就带你去看他们 可好 魏无限一听 蓝忘机没骗人 马上坐好嚷嚷着要吃饭 吃好饭 立刻拉着人去了重症监护室门口 两人在重症监护室外 看着里面的人 魏无限四世 想起来什么 突然转身 抱住蓝忘机 蓝忘机被人这么一抱 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以为世人心里还是很难受 只能一直安慰人好了 魏英 只要人还在 就会好起来的 不要难受了 可好 被蓝忘机安慰的魏无限 更难受了 哭的声音更大了些 心里也更难受了 一边哭一边说蓝湛 你怎么可以这样 明明蓝叔和蓝姨也出事了 还有大哥 他们都出事了 明明你也很难受 还要来安慰我 都怪我 我只顾着自己难受 忽略了你的感受 明明你也是需要人安慰的 明明你心里也很难受 明明你的爸妈也还没醒过来 他们也还在病床上 可是你现在 蓝湛 对不起 对不起魏英 不要说对不起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如果不是魏叔和魏姨 现在躺在里面的 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 蓝忘机还想说些什么 被魏无限打断二哥哥 不要说这种话 妈妈和蓝姨从我们出生前 关系就如亲生姐妹 危险来临 妈妈都想着护着蓝姨 想来也是不希望你的父亲母亲出事 所以 蓝湛 我们都不道歉了 可好 蓝忘机把人抱得更紧了 就好似想把人揉进骨血里 魏英 以后的以后 我会更加 努力 加倍的比现在更爱更爱你 魏无限沉重的心情相对好了些 抬起头望着蓝忘机好一会儿没说话 就在蓝忘机准备开口时 听到魏无限说蓝湛 等爸妈醒过来 我们就结婚 可好 我想娶你了 在学校时听到了魏无限的深情表白加求婚 这会儿又说要结婚 蓝忘机净 一时有些猛 反应过来后 把头埋在人波梗里 闷闷地回着好 自此 蓝忘机心想 或许他也应该送他的魏英一个惊喜才对 魏无限的妈妈 本就是孤儿 魏爸爸的父母 也早已经去世多年 三人出到云城 其实没想过安家在这里 只是后面遇到了蓝妈妈 两个同样没了父母的女人就聊得很是投机 自此为爸爸和为妈妈便决定在云城安家了 虽说和蓝家比不了 但是总归不会亏待了魏无限 总想着把自己小时候没感受到的亲情全都给自己的儿子 所以打小就宠着 加上小时候又生了病 便更宠了 接下来的时间 魏无限就好似长在了医院 蓝忘机依旧会抽时间去医院 他想休息 去陪着魏无限 又想着自家兄长也是出了事的 兄长也需要休息 没办法 只能医院公司两边跑 白天早早的去公司 处理一些重要文件 中午会打包公司的饭菜 带去医院和魏无限一起吃饭 晚饭便会早早的回家 去超市买菜 亲手做一些有营养的饭菜 带去医院 这天蓝忘机照例做好饭菜带去医院 到病房门口时 听着里面有说话的声音 一听原来是魏无限在说话 便没有进去 魏无限的爸妈 已然昏睡了一个星期多了 每天他都在医院陪着 只是偶尔回家洗个澡 换个衣服 或者回家睡两三个小时 晚上依旧会陪在医院 这天 许是因为自家父母一直没醒 又是一个人在病房 心里莫名有些伤感 便开始拉着为妈妈的手 自言自语妈妈 你和爸爸什么时候醒过来啊 阿英好想听你们的声音 催我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不要和蓝湛吵架 最近天气开始有些凉了 你们都不催我多穿衣服了 以前蓝湛不在的时候 你们会唠叨我 现在你们这样睡着 蓝湛又该唠叨我了 妈妈 你赶快醒过来 说说二哥哥好不好 你不知道 二哥哥趁你们不再欺负我了 老不让我吃零食 说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什么的 你说 蓝湛坏不坏 妈妈 你和爸爸都睡了一个多星期了 怎么还不醒啊 医生说手术成功 身体也在逐渐恢复 只是你和爸爸为什么还不醒 妈妈 你们出事那天 我向蓝湛求婚了呢 蓝湛他答应了 我想着等毕业了 我们就去国外结婚 带上两家人 我们一起去旅行结婚 只是 你们 妈妈 蓝湛说你们是为了护着蓝叔和蓝姨 蓝姨前两天还来看你了 都哭了 说多亏了你和爸爸 他和蓝叔才只是轻伤 我知道 你肯定是心丹情愿的 你和蓝姨关系那么好 虽不是亲姐妹 却胜似亲姐妹 我知道 你肯定是不后悔的 对吗 妈妈 我每天 在医院好累的 你和爸爸赶紧醒过来 唠叨唠叨献献 好不好 妈妈 我好像能理解那些年 你和爸爸在手术室门口 等我的感觉了 妈妈 手术室外的椅子 真的很冷的 第一次在门外等蓝湛 那会儿 我等在外面我就在想 以后我再也不要在那里坐着 等任何一个人了 蓝湛受伤 一度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 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在做噩梦 总觉得眼前的蓝湛 其实是我做的梦 他已经因为那次意外离开我了 每次做噩梦 蓝湛都很用力地抱着我 我用了好长时间才走出来 那天我在手术室外 我很怕你们会醒不过来 如果你们不在了 我怎么办 除了蓝湛 我就只有您和爸爸了呀 我还想你们参加我和蓝湛的婚礼 还想你们看着我和蓝湛 幸福一辈子 妈妈 您和爸爸赶快醒过来吧 道报县县 县县真的很想您和爸爸 魏无羡的这些话 闷在心里很久了 起初不知道该怎么说 蓝旺鸡也知道 魏无羡心情不好 只能想办法让人高兴些 奈何人总是兴致缺缺 魏无羡心里不好受 门外的蓝旺鸡也不好受 听着里面爱人的话 蓝旺鸡再也忍不住推开门进去 手里的打包盒没有放下 就着魏无羡的姿势把人抱在怀里 也不说话 无声的安慰 魏无羡抹了一把脸 转身看着蓝旺鸡 眼眶红红红的 明显刚刚哭过了 声音还有些嘶哑二哥哥 你到了 我都饿了 给我看看 今天带了什么好吃的呀 蓝旺鸡抱着人 魏英 我一直都在 魏无羡没有回应 沉默了一会儿 又笑开了 好了 蓝湛 我饿了 我想吃饭了 蓝旺鸡知道 魏无羡是有意扯开话题 叹了叹气 心想 还是慢慢来吧 又过了一周后 魏爸爸魏妈妈终于苏醒 在沉睡的同时 身体机能都在慢慢恢复 醒过来那天 魏无羡反而不在病房 看到自家爸妈醒过来时 魏无羡哭得像个三岁的小朋友 那天因着蓝旺鸡公司有事 中午实在没空陪着魏无羡吃中饭 就让助理送了饭去医院 没想到路上车子出了事故 堵在了距离医院不远的地方 没办法只能打电话给魏无羡 让人下楼去拿 助理觉得不好 也怕蓝旺鸡 就说还是自己送上去 魏无羡哭得没关系 反正也不远 来回用不了多长时间 魏无羡就自己下楼去拿了 只是 没想到 就出门的这么一会儿时间 魏爸和魏妈就醒过来了 魏无羡拿了午饭到病房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个场景 魏妈妈靠坐在病床 护士在旁边弄着点滴 问了一些是否会不舒服的问题 然后魏无羡红着眼睛 看着病床上的人 脚都走不动路了 护士弄好点滴 给人拔了针 就出了病房 魏妈妈看着门口的自家儿子 一时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过了会儿 向魏无羡招了招手献献 过来 让妈妈看看 魏无羡放好饭盒 就扑倒在了魏妈妈怀里 带着哭腔在魏妈妈怀里 一边哭一边说 妈妈 你终于醒了 你和爸爸都睡了好久了 对了 爸呢 爸怎么还没醒 魏妈妈看了看旁边病床上 还未苏醒的魏爸爸说快了 医生刚刚有来看过 应该快醒过来了 献献 相信你的爸爸 他不会丢下我们的 好吗 魏无羡红着眼睛 嗯 妈妈 我相信爸爸 只是你们睡得太久了 献献很想你们 魏妈妈摸着魏无羡的头 心疼的说献献乖 别哭了 一会儿眼睛哭肿了 就不好看了 我们献献不是最爱美了 忘记看到 可是会心疼的 嗯 怎么没看到忘记 魏无羡吸了吸鼻子 嗯 蓝湛最近公司 有个合作要谈 平时都是在的 最近他又忙 我不想他两头跑 今天就没让他来 晚饭时候会过来的 没一会 蓝忘记父母倒是先到了 蓝妈妈看着魏妈妈 醒过来很是开心 跑过去握着魏妈妈的手 阿福 你终于醒了 终于醒了 你再不醒过来 我就 阿福 谢谢你 蓝妈妈再多的话 此时只能用一句谢谢 来表达内心了 魏妈妈拍了拍 蓝妈妈手好了 姐姐 你知道我的 我们感情一向很好 这么做都是我愿意的 并没有怪你啊 所以 不必说谢谢 好 我不说 你现在醒过来了 就是最开心的事了 你不知道 你昏睡了半个多月了 阿县都急死了 这病房啊 都快变成家了 你可要赶紧好起来 魏妈妈心疼的看着魏无羡 辛苦我们献献了 妈妈会很快好起来 妈妈可还要看着献献和阿湛 一直幸福下去呢 晚上的时候 魏爸爸也醒了 魏无羡又哭得眼睛肿起来 把蓝忘姬又给心疼坏了 两人身体都恢复得很好 又复查了一下身体后 便打算出院了 出院那天提前很好 阳光明媚 蓝爸爸 蓝妈妈 蓝西辰 蓝忘姬都来了 蓝妈妈说 一家人要整整齐齐地回家 魏爸爸和魏妈妈出院 最开心的就是魏无羡了 到家的时候 又是给两人换血 倒水 洗水果 问着这个 问着那个 就好似第一次到这个家 生怕他们会觉得陌生 不舒服一样 魏妈妈着实看不下去了 把魏无羡叫过去 坐在自己旁边好了 献献 这不是别人家 你不要到处跑了 快坐下 陪妈妈说会儿话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与你相伴同行 第31集 蓝忘姬把东西都规制好后 又准备去厨房做饭了 为爸爸看着蓝忘姬的动作 一气呵成 想来 大概平时也是他在做 也把蓝忘姬叫过来坐下好了 忘姬 你也不要忙了 今天我们家不开火 都出去吃 庆祝一下 补偿一下阿英的毕业典礼 蓝忘姬转身又坐在魏无羡旁边 魏无羡突然想到 一直想和魏妈妈说的事情 妈妈 毕业典礼那天 我向蓝湛求婚了 那天你们幼 所以这段时间也没心思去想 转头又看着蓝忘姬蓝湛 那天因着我爸妈的事情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现在爸妈都在 我想再问你一次 蓝湛 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一辈子都不会分开那种 你可愿意 蓝忘姬望着魏无羡 没有立马回答 只是说了一句魏英 求婚怎么能没有戒指 说要就从包包里拿出了戒指 单膝跪地在魏无羡面前魏英 其实求婚早已在我的计划中 只是没想到叔叔阿姨又出了事 便搁置了 戒指我早就准备了 在我们国家或许同性不合法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可以去国外 你不是一直都想旅行结婚吗 我们可以在国外领证以后 再去旅行结婚 魏英 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让我一辈子照顾你 保护你 以后我定会事事都让着你 宠着你 不和你吵架 不和你生气 魏英 你可愿 魏无羡红着眼睛 向旁边的魏妈妈控诉妈 你看 明明是我先求婚的 就因着我没准备戒指 就变成蓝湛向我求婚了 妈 蓝湛欺负我 你看他为妈妈把魏无羡的手握在手里 又戳了人额头你啊 就仗着忘记不会欺负你 你就老欺负他 你也不用问我和你爸意见 我和你爸一直都是同意的 你自己看着办就好 魏无羡转身把人拉起来好了 二哥哥快起来 我同意的同意的 二哥哥这样好 我要不同意 可不就是便宜了别人吗 转头望着魏妈妈说妈 你说 是不是啊 是是是 阿湛一直都很好 从小我便喜欢 只要你们幸福 开心 快乐都是好的 魏爸爸也很高兴 看向自己老婆 便提议要不晚上一起吃饭 看一下日子 如何 魏妈妈笑着说 可以 蓝忘记当即打电话订了餐厅 晚上吃饭时 在饭桌上便商量好了办婚礼 和出国领证的日子 虽说不打算大办 但是涉及到蓝氏二公子的终生大事 就算不大操大办 在圈子里也是要通知一下的 第二天 蓝西辰便在蓝氏的官网上 公布了蓝忘记和魏无羡的婚讯 过了些日子 魏无羡和蓝忘记商量好 便进了蓝氏的公司 蓝忘记本想让魏无羡待在自己身边 魏无羡表示 我在你身边 你还能安心工作吗 蓝忘记则表示无语 最后 魏无羡选择进了设计部 从底层慢慢学 只是刚进公司 多少还是有些忙的 魏无羡又不愿意蓝忘记开后门 蓝忘记只能由着魏无羡自己去了 魏无羡毕竟大学也是设计专业 这些小事情倒也应付得过来 慢慢的也就习惯了 开始着手负责一些设计 偶尔还能偷个闲画一画结婚戒指的草图 没错 魏无羡想自己设计一款结婚戒指 一款不用很复杂 却很用心的戒指 又过了些十日 两人要准备去国外领证了 就他们两个人自己去 魏无羡的想法是 反正只是领个证 到时候婚礼会在国内办 就不用都去了 蓝忘记一向都是顺着魏无羡的想法 也欣然同意了 两人领证的那天 当牧师宣布他们是合法服务的时候 魏无羡送了蓝忘记自己设计的戒指 戒指很简单 花样一个是龙挡花 侧边刻着字母X 一个是韶药 侧边刻有W 蓝湛 我知道你肯定也准备了结婚戒指 那么我的这个 就当今天我们领证的礼物吧 戒指是我自己设计的 我想你肯定会喜欢的 但是 蓝湛 今天我想说的不是这些 我想说 真的谢谢你 谢谢你不嫌弃我脾气不好 我老是和你闹小性子 你都是让着我 从小到大都这样 你也不嫌我烦 嘿嘿 总之就是 我爱你 蓝湛 卫英 我也爱你 两人领完证 第二天便飞回了国内 用魏无羡的话说就是 我们现在没时间 先回去把你的工作都做完 等你忙完 估计就差不多到我们婚礼的时间了 这样 到时候你把公司再丢给大哥 然后我们出去旅游结婚 多好 我聪明吧 你快夸夸我 蓝忘机笑笑 看着魏无羡 眼里满是爱意 对 我的阿英最聪明 这样的安排甚何我意 这些天蓝忘机突然很忙 没时间陪魏无羡吃中饭 两人在公司也很少见面 魏无羡问了蓝西辰 蓝西辰也只是蓝忘机很忙 好像在洽谈某个合同 合作商要求很多 过程有点难 蓝忘机只能亲自去了 这天晚饭 魏无羡实在忍不住便问了任蓝战 这些天很忙吗 蓝忘机放下碗筷摁 是有点 魏英 怎么了 没什么事 就是觉得你这些天忙了些 都没时间陪我吃饭了 蓝战 再忙要记得吃饭的 到时候饿坏了 我可不管了 蓝忘机是真的忙吗 是的 只是忙的不是公司的事情 他忙着给魏无羡制造惊喜 蓝忘机想给魏无羡永生难忘的婚礼 这天蓝忘机叫助理把魏无羡接去了约定的地点 魏无羡不知道是去干什么 助理只说是蓝忘机吩咐的 魏无羡想着大概是吃饭吧 出门时就随便找了一套衣服 套上就出门了 蓝忘机预定了许多的红玫瑰 包下了一整个靠近海边的花园餐厅 魏无羡到约定地点时 看到的就是红色的花海 从进门的位置开始 沿着花园的小路放满了红玫瑰 路上还会遇见许多人 每个人都送了魏无羡一朵白色的玫瑰 每人都会符合一句祝你们幸福 露天的场地里 四周还放了他们的照片 一些生活里的点点滴滴 无时无刻不再提醒大家 看这两人 如此恩爱周围已经坐满了轻狂好友 魏无羡的爸妈 蓝忘机的爸妈都坐在了第一排 蓝忘机穿着白色的西服 西装贴身的裁剪 趁得蓝忘机越发的帅气 就这么站在那 都是如此的好看 蓝忘机抱着一束红玫瑰 等着他这辈子最爱的人走到他面前 等魏无羡走到蓝忘机面前时 手里已经抱了一大束玫瑰花了 眼眶里还蓄着亮晶晶的眼泪 蓝湛 你这是要做什么 魏英 这是我给你的婚礼 蓝湛 你也太坏了 你看看你穿得这么帅 再看看我 丑死了 都不提前通知我 让我准备准备 对 我的错 不过我的魏英永远都是最好看的 我给你准备了衣服 我和你一起去换 可好 蓝湛 不是我说你 你越来越坏了 你说说看 你这都跟谁学的 老是这样出气不意 老在背后制造一些小浪漫 让我感动 你老实交代 跟谁学的 魏英 只要是你 不用学 魏无羡很快换好衣服 和蓝忘机一样白色的西装 魏无羡本就长得好看 又甚少穿西装 一般都是休闲的衣服 怎么舒服怎么来 突然这样一整套白色的西装 走出来石迷了蓝忘机的眼 两人一起到了婚礼现场 他们没有叫牧师 也没有证婚人 蓝忘机说 在座的亲朋好友 以及家人 都是他们的证婚人 魏英 你小时候出生时 我便在你身边 长大了 我也在你身边 现在我还在你身边 未来我依旧会在你身边 魏英 未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或许某天我会比你先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 只要有我在你身边的一天 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一直爱你 魏英 你可愿意在接下来的日子 让我依旧陪伴你 守护你 爱你 直到生命的尽头 蓝湛 我愿意的 蓝忘机激动地把人抱在怀里 当着众人的面 亲吻了他的心了 过了一会儿 魏无羡轻轻把人推开 蓝湛 我还没问你呢 魏英 我愿意 二哥哥 怎么能这样 我还没说呢 你就答应了 魏英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是答应的 只要是你说的 我都是愿意的 人的一生或许就是这样吧 看似平淡 却又跌宕起伏 看似平淡 平淡的生活里又甜甜蜜蜜 魏无羡和蓝忘机就是这样 两人从出生起便认识 从出生到一起长大 魏无羡慢慢懂得原来对蓝忘机一直都是喜欢的 慢慢长大便更清楚地意识到他是爱蓝忘机的 这些都是蓝忘机慢慢教会魏无羡的 魏无羡也从来不会排斥 生病的那些年 蓝忘机无下线的宠 更是让魏无羡更依赖蓝忘机 蓝忘机也乐意宠的那人 蓝忘机从魏无羡出生那一刻 就认定了他是自己这一生的伴侣 不容错过 蓝忘机虽然话不多 但是 从来不会影响魏无羡 魏无羡依旧在蓝忘机面前 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想到什么便说什么 有时候蓝忘机工作 魏无羡便安静地陪在旁边 有时候无聊了就睡在人大腿上 蓝忘机对此也乐此不彼 像这样平平淡淡的事情 每天都在发生 两人都不会觉得无聊 甚至每天的爱意都会增加一分 魏无羡喜欢这样的生活 蓝忘机也很喜欢 两人在一起会有争吵 会有冷战 蓝忘机都会让着魏无羡 哄着 并不会觉得累或者去敷衍 婚礼定下来的前一天晚上 魏无羡被蓝忘机送回了魏家 不明思义是根据习俗 两人在婚前不可以见面 虽然这对于两人来说 其实没什么差别 毕竟两人住得那么近 就挤不路的事情 又何来婚前不见面的习俗呢 但是 蓝忘机还是尊重了习俗 只是苦了魏无羡 这人不在蓝忘机怀里 根本睡不着 蓝忘机临回家时 魏无羡拉着人舍不得走 蓝战 你不走吗 没你我晚上怎么睡得这样 我睡不着的呀 二哥哥 你就别走了吗 偷偷的 明早你早些起来再回去嘛 二哥哥 好不好吗 魏无羡撒娇卖萌 蓝忘机保持着无动于衷 耐心地跟人解释魏英 你想 我们以后都要幸福的对吧 你想 我们要在一起一辈子的对吧 魏无羡的头点的跟什么一样 蓝忘机继续说魏英 乖乖的 我明早就来接你 我到家了就和你打视频 我哄你睡 可好 魏无羡在想留人 也是没办法了 嘟着嘴 不情不愿地说好吧 那二哥哥快些回去吧 到家了就要给我打视频哦 我等着你 魏无羡这边兴奋地睡不着 蓝忘机也睡得不好 两人聊了会儿视频 蓝忘机耐心哄着人睡觉后自己才睡下 第二天 蓝忘机早早的就醒了 比平时的生物中还早了一个小时 而另一边的魏无羡就没那么早了 魏妈妈进房间叫人时 床上的人还在被子里睡得昏天暗地 叫了半天没原因 魏妈妈只好把蓝忘机搬出来魏无羡 你再不起床 忘机就娶别人了 你可别后悔啊 魏无羡一听 一股脑从床上蹦起来不行不行 蓝湛只能是我的 几点了 几点了老妈 你怎么不早些叫我 快点 老妈 我衣服呢 哎呀 造型师来了没 我还没做造型 会不会来不及了呀 都怪你 老妈为妈妈好笑地看着面前 跳脚的魏无羡我半小时前就叫过你一次了 你都不起来 现在知道急了 你不要太急 忘机还没来 时间还来得及 魏无羡收拾好的时候 蓝忘机已经在楼下等了 两人的衣服风格一样 都是白色的西装 蓝忘机医院上班的时候 大都穿着白色的大褂 去蓝室上班以后 平时穿的也都是西装 虽说都是西装 但在魏无羡眼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只觉着本来就很近欲戏的蓝忘机 此刻更加清冷了 反观魏无羡就不一样了 魏无羡大都已穿着舒服自居 西装穿的少 基本都是休闲风和运动风为主 这会儿 穿上白色的西装 显得魏无羡更加正经好看了 蓝忘机一时 眼睛都一不开了 眼里只装了魏无羡 魏无羡走到蓝忘机面前 伸手在人面前晃了晃蓝战 你发什么呆啊 是被我摔到了吗 哈哈 蓝忘机也不吝啬地夸人 我的魏英一直都很帅 然后拉起人的手 眼里深情不减 反而更加温柔地说魏英 我来接你了 蓝忘机和魏无羡 两人一致决定 婚礼不用太过复杂 流程也不用太多 必要的流程还是要的 婚礼现场布置很简单 两人选的地方是蓝氏旗下的一个花园式酒店 宽阔的场地 足以容纳将近千人 可以自由发挥场地的布置 仪式开始 蓝忘机陷在红毯的一头 魏无羡站在另一头 两人并没有采取思议说的 由魏爸爸牵着魏无羡走向蓝忘机的建议 而是两人一起往中间走 每走一步蓝忘机的脑海里 便回忆起与魏无羡在一起的一份回忆 当两人走到中间 不知不觉间 蓝忘机竟有些想哭 魏无羡把蓝忘机的表情尽收眼底 轻轻拥抱自己的爱人 小声地说二哥哥 今天是我们最最开心和重要的日子 可不能哭 蓝忘机不说话 拉着魏无羡的手未应 我们从小就认识 在你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我便认定了你 不管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认定了你 从你生病到你出国 联系不上你的那些日子 我一度以为你已经丢下我了 但是 我又不信 我不信你会舍得丢下我自己走 你回来后 我又活了过来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每时每刻都是珍惜的 我很庆幸我们是邻居 我很庆幸我们从小便认识 我更庆幸你没有丢下我 所以 我想说 魏英 我爱你 遇见你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事 魏无羡听着蓝忘机最最深情的告白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最后只说了一句蓝战 谢谢你那些年没有放弃我 没有因为我生病就丢下我 谢谢母亲把你生得这样好 让我就这样遇见你 蓝战 我也爱你 除了 祝好 我呻 我就在做爱你 你带落我 都要给我的 祝你 我呻子 感谢观看